请各位就位,我们开始开会 市长,副市长,秘书长,各位事务,各位官员,各位记者女士先生,本会各位同仁,大家早安,大家好 今天是市长的重要报告,我们先请市长 好,我们把抛饭放出来 好,这个议长,还有各位议员先生女士,我们来报告这个专案报告 今天主要是报告台北市的重大工程,包括这个市场,还有文化局辖下的北域北流,北投影诗音 再来是这个市林北投,社子导,另外是捷运,所以大概分这几个来报告 首先,报告市场,目前我们几个,这个算是在第一个任期启动,不要有成绩的 大农市场在今年的7月就完工,那包括装修等等,反正在年底之前是可以完全正式开幕 环南市场分两期的工程,第一期的工程在8月,会取得使用执照 那也是一样,我们就开始会进驻,大概在,反正预计在10月到12月之间会正式开幕 那今年会正式营运的,就大农市场跟环南市场的一起 成功市场,这个月会绝标,那大概要三个月的时间来准备,估计在7月到8月之间会开工 南门市场,中期市场到今年8月应该可以全部盖完 我的主张是,一旦中期市场盖好以后,就立刻搬迁 当然有人在讲说,是不是要拖到明年过年之后 不过我的态度是,不要浪费时间 只要这个中期市场盖好以后,再离这个过年,久一点的时间就先搬迁 所以我们大概是,希望南门市场在10月的时候可以搬迁 搬到这个中期市场,那主体工程在今年的10月就开工 滴果菜市场跟鱼市场,这个等一下我们会报告,会特别针对这个再报告 我们也是预计在年底可以开工,因为事实上中期市场在前年就已经开工了 所以大概什么都准备好了 北投市场跟地区讨论过,大概他们摊商也不打算拆掉重建 因为这个怕太麻烦了,所以原则上是装修改建这样而已 没有说整栋拆掉,所以大概今年就开始把,如果这个是市场自治会的主流意见 我们大概今年就开始把这个需求整合,那明年再做一些规划 最慢大概在后年的1月,用统包工程,整修工程就开工 所以目前几个大的市场都在开工,另外有一个在谈的是东门市场 东门市场我也跟摊商讲,要就先在处理,不然以后就没有了 那其他的我们包括这个新意市场等等,都陆陆续续在谈 不过盖市场,硬体对市场,对市政府来讲反而是比较简单 比较麻烦的是什么,软体的部分 所以也为了这个,包括你看看,我们最重要是整个市场的依化 简单的讲就是现代化 还有包括这个食安,因为食安还是重要的题目 所以包括这个食材登录,金融一次性餐具 还有这个强化这个新式农药的残留 我们今天早上才签了一个二杯金,农委会出一半,我们出一半 我们农产公司要买植补仪,所以以后对这个农药的检测会更精确 不过其实检测精确,我们还是要推这个实名制 因为这个没有实名制,整个这个产销履历很难以建立 不过对市政府来讲,刚才讲过,硬体建设容易,难的是软体 那也为了解决这个软体,事实上我们大概分两年的预算 今年大概有三千多万,明年大概有三千多万 至少有六千万的一个东西,一个计划 要来处理整个台北市的夜市跟市场的软体改进 比方说,我们看看这一个 第一个,市场要成功,组织要健全 所以除了原有的自治会以外,事实上我们把这个二代 摊商的二代,一些年轻人就把组织起来 因为我们希望说年轻人不要能够接受新的观念 有时候透过年轻人去说服他的爸爸,恐怕比较容易 所以我们除了自治会的组织以外 我们这些年轻的摊商,我们市场是要特别把它组织起来 那我们希望透过市场有更好的组织,自治会 我们很多的沟通会比较方便 所以第一,我们会把组织要健全 第二,营运要秩序 包括这个机车不要随便开进来 这个杂物不乱丢,垃圾不乱丢 因为环境要整洁 商品要安心 包括这个登录 还有这个刚才讲过 一次性餐具 美奈米餐具要退场 另外整个消防的场所还是要安全 不管是消防的,儘管的安全,用电的规则等等 所以我们大概,因为这个大龙市场跟环南市场 在今年的八月,大概八月硬体就完工了 那就开始在进驻 事实上,我有特别安排 因为我们找了一家顾问公司 以这两个大龙跟环南当中的目标 先来测试说,整个市场要如何现代化 包括这个干湿分离,垃圾不落地,招牌要漂亮 市场里面使用电动车,不要这个柴油车这样开进去 还有这个电子交易等等 我们用这两个市场当做test,测试的地方 那如果我们大概在其中累积经验以后 一旦成功,我们会很迅速的 开始把推到整个台北的其他的市场跟夜市 所以我们在硬体的改建以外 事实上我们特别针对卵 我常常想说是这样 如果我们可以花 像这个翻译面上写的295亿去改善硬体的话 花个几千万 来做卵体的改善是应该的 事实上我觉得恐怕还要再更多 所以我们大概今年会先编大概有三千万 明年还有三千万 必要的话还可以再增加 因为一开始我只选两个市场 大龙市场跟环南市场 来做这个卵体的这个改进的测试 那如同讲个 我们看看华南的现况 第一个像这个空间规划不好乱摆 然后机车乱停 甚至垃圾也不知道怎么堆 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现象 我不需要几百亿的市场盖下去 把以前的坏习惯全部带回来 所以我非常强调说除了硬体的改建以外 我们这里上看得到 软体的营运 委外清洁物业管理 这个我们都要做 另外一个是这样 台北市政府在推动政策的时候 有个口号 游泉而外 游公而私 就是从公家可以控制的地方开始推入 比方说 我们这上面可以看得到 无限金交易 所以包括这个鱼市场 现在就无限金交易已经推 那从鱼市场可以成功 我们就开始推到这个 花卉 农产一个一个推过去 无限金交易 禁用一次性餐具 这个我们以前是只有在公家机关跟学校 现在就开始要推到夜市跟市场 然后这个食品登陆 要食品登陆 食材登陆 一定要推实名字 所以实名字是这个 这个食品登陆的基础 所以要跟大家讲说 除了这个政府花几百亿去盖硬体以外 其实更重要是整个软体的改善 这个我们要做到 这个是大家有趣的题目 我们已经指定那个 環保局长 刘明隆当PM 我预期这个会是问题 因为这个搬環南市场的时候 里面听说老鼠有上百万只 这个这个 所以要分阶段来处理 分三部分 市场内部要处理 但是周边的邻里也要处理 我相信那个地方 老鼠应该多 所以周边的 这个邻里要处理 另外也是工地 所以这个要处理的时候 不是只有处理 旁边要处理 还有工地要处理 那这个是这样 面对问题 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这个環南市场 大概八月就完工 从八月开始到八十 这段时间要搬家 所以市政府会专门处理一个 处理環南市场的 倒数的专案 那这是刘明龙局长 会专案去找专家 开始准备 该花钱就花钱 本来 我们有送一个二倍金 备查 2.75亿 不过 这个跟议长讨论过 还有很多议员给我们 很多的建议 事实上我们也深自检讨了 为什么会出现要有 2.51的二倍金 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在这个 第一口菜市场 跟鱼市场 在过去几年的籌备 过程当中 我们犯了一些错误 一开始 我们都想 因为要盖七年 这个是摊商没有办法承受 所以本来的计划 第一个它从20年前开始规划 所以那个计划 用台湾话来讲 叮叮塔塔 所以后来就乱掉了 那我们本来是打算说 是不是中继市场一次 全部搬到体外去 这样就全部搬出去 那这边全部拆掉 同时改建 一次搬回来 如果这样的话 三年可能可以完成 那为了这个问题 我们也去水利署 河川局 去有私底下去拜托 可是到正式开会的时候 他们又不同意了 所以这个就 又不能说一次搬出去 所以还是要分区改建 所以后来变成要 从三年又退回变七年 可是七年的话 这的确是不符合摊商的要求 所以在这个七年当中 又要想说 可以搬回来的先处理 包括农产公司需要三年 至于后面要怎么改建 要慢慢改建 所以整个很难设计 另外这个计划 从一次改建 又变成分歧改建 所以已经乱掉一次 那后来又 其实我们自己要检讨 我们一直想要散掉反评 那最后 最后在市场市讨论的时候 我还是拍板定案 我说 这么大的量体 要不反评 我看我们自己都很难跟社会交代 所以最后反评还是乖乖做 所以又浪费掉半年 所以经过这个中继市场的计划改变了 反评市场 反评要再重做 这些都影响到整个 影响到整个计划 那中继市场事实上在前年就已经开工了 所以现在一切就 我们是希望年底这个开工 我也希望这个计划是这样 这个市场已经谈了20年 那现在好不容易 所有的意见都整合了 那所以 我们希望说不管怎么样 目标就是年底可以开工 那至于说如何追加预算 就拜托各位议员给我们协助 你知道 因为这个拖了20年 再拖下去也不是办法 所以常常就 为了市场我们在做内部检讨以后 我们现在重大工程 那个前置作业 反评要不要做 交为计划管控 所有这些 我们现在都有check list 一定要写上文号 所以我们有针对我们犯过的错误 在府内有做过很多检讨 这种重大工程 包括这个地方的沟通说明 中央部会的联络 反评的这个需要 我们有check list 所以 我也认为说我们在过程当中 整个台北市政府有学到很多 那在这个地方要很诚恳的 拜托各位议员 这滴果菜市场跟余市场 已经讲了20年了 既然中期市场 我们都已经开工了 所以一定主体 希望主体工程在年底 可以开工 我想这也是中正万华区 所有议员的期望 我想也是地方民意的要求 所以到时候如果要追加预算的话 我们把这个 二倍金2.75亿撤回 那这个要用追加预算的方式的话 拜托各位议员 给我们大力协助 让这个工程能够早日的开工 这也符合这个居民的期望 北域 我想大家都知道 事实上在 一开始核定是53亿7千万 那在好市长时代就已经追加预算6亿 不过我看过 其实追加到60亿 那个应该还是全部够 所以后来这个不但厂商倒闭 这个才知道说大工程中间厂商倒闭 是很惨的事情 因为全部那个界面出问题 那后来这个结算以后 那这个界面看要怎么处理 那也幸好我们议会也愿意支持 要再增列了7亿 所以现在在总工程会67亿 跟各位议员报告一下 在原有的厂商倒闭以后 我们整个工程分成四个部分来处理 第一个是外墙 外墙的话是双喜公司得标 那在今年大概在几个月 应该会完工 所以外墙这个没有问题 我想你们现在看 那英家都拆掉了 所以外墙ok 里面一个电梯 是4400万 ok 这也没问题 这也解决了 然后再来就是内庄 内庄的话 要13亿 那最后才是里面的音响 这个舞台等等 那个大概是11亿 所以我们后来这个 在里程倒闭以后 整个北域的工程把它切成4块 那各个击破 但是 还是有很多界面要处理 所以跟大家报告一下 大概110年3月 硬体工程会完工 那后来发现 不管是北域北流 其实就算硬体工程完毕 后面那些内庄 验收 就是还在矫正声音那些 那个蛮花时间的 所以最后是这样 原则上我们大概在110年 就开始做市营运 那正式的开幕 大概在110年的7月 ok 除了这个好消息以外 其实我们现在开始要处理 这一大堆问题 因为公司倒闭以后 一大堆下包厂商的法律纠纷 那我有拜托这个彭副市长 負责统筹 把在目前 这些下包厂商有争议 一条一条列出来 我是希望说 可以透过仲裁解决 就解决掉了 因为一旦进入这个诉讼 你知道 保证这个盖完以后 后面那个 告来告去 还要告十几年 所以我们原则上是 我们简送的态度 你知道 很诚恳的面对 这个 原来的厂商倒闭以后 那些下游厂商的问题 要怎么处理 包括跟原来的厂商的 这些诉讼问题 目前是由彭副市长统筹 你知道 那我们有这个 有开过会的 把大概一些 有列出争议的地方 那目前在陆陆续续再处理 我希望说 这个到在北域盖完工的时候 你知道 我们这些法律问题 也把它处理掉 不希望说 留下一个尾巴在后面 北流的话 各位议员如果有看新闻 就知道 我们在4月27号 就在几个礼拜前 第一次做压力测试 北流是这样 主场馆是6000人 然后还有四个 Lib House 分别是200 然后八百 八百 一千六 再加上主场馆6000 所以有五个场馆 从200个到6000个 那如果超过6000个 那大概就要到小巨蛋 所以台北市将来 在6000人以下的这个表演 会集中在北部流行音乐中心 那如果要超过6000人以上的 大概就要用小巨蛋来表演 那这个在4月27号 第一次测试 我有自己去看 是盖的还不错 不过我相信这种 不管是北流北溢 内部的装修的修正 那个蛮花时间的 所以我们大概预测在明年 大概还有一个电动舞台要处理 所以我们在从现在开始 北流陆陆续续 会开始办这个测试 因为我们上一次测试 测1400人 所以从1400人 慢慢增加到6000人 在不同的时间来测试 那这个我们也准备一些钱 你知道 来测试 那有些议员在问说 那个音响什么都还没搬进去 没有错 因为我们要先测试OK 那音响才放进去 因为那些到底墙壁 要不要怎么整修 我觉得那个 我自己去看一看 那个蛮专业的 那北流分北基地跟南基地 这个北基地是在2月15号报军工 南基地是在年底报军工 那大概要花一年的时间来做内装 所以如果是北基地的话 大概明年109年的年中 你知道 正式营运 那南基地可能再慢一年 不过知道 这预定啦 应该到时候如果内装快一点 还是可以提早 所以北流北易 在目前看起来是就按部就班 应该就可以盖完可以营运 那大概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不过在过程当中 我们还是学到很多啦 包括这个北流 民国94年编预算 104年执行 这就造成困境 所以我现在要求公务局 你知道 预算不要太早编 就实边实用 就实边实用 那这个刚才大概都有解释过了 因为这个内装还需要一点时间去调整 所以我们陆陆续续会办测试的表演 正式营运要一年后 那也谢谢这个行政法人已经过了 我们大概就这样开始做 北投影视音 这个也是学到很多 因为事实上在103年 發了16亿 跟国防部有场拨用 那我们就开始要准备BOT 被案 可是你看看 106年6月3日 给你公告里面有历史建筑 还有老宿 那这个也是后来我们发现 我们很多BOT的案 为什么踢到铁板 你知道 你上网以后 那突然跟他说里面有历史建筑 那厂商都快发疯了 所以为了这个 你知道我们把整个BOT 我们现在开始定那个叫标准合约 如果在签约之后 才出现这个历史建筑 老宿的话 这时间要扣掉 他这钱要怎么算 我们现在有标准契约 所以这个北投影视音 事实上我们学到说 因为以前没有遇到这种 什么要上网招标以后 突然出现那个什么历史建筑 还有这个什么老宿 那我们也把这个 我后来发现 最近我们内部在检讨 政府不可以变成是企业最大的风险 因为常常是里面 政府突然跑这个东西出来 让企业非常火大 那不过我们会把这个都 现在有标准合约 这些都会规定 包括老宿 历史建筑 一旦出现 时间要从BOT里面扣掉 还有钱要怎么算 这个都有 所以 我们把这个历史建筑 保护老宿 都列入算是政府的协助项目 然后时间可以扣掉 那历史建筑整修的时间 可以从这个全力基里面扣掉 所以我们大概下个月 这些都整理好了 下个月会再公告招商 那能不能招出去 坦白讲还不晓得 因为最近国内景气 经济景气不是很好的 所以我们试试看 OK 不过原则上 我们就是把招商过程当中 所有遇到的挫折 你知道 我们都很诚恳的面对问题 然后做SOP的修正 那写在这个契约里面 那希望说以后 在台北市的VOT 你知道 会踢到铁板的次数 可以减少 好 士林北投科学园区 这个要跟大家讲 士林北投科学园区 这个 坦白讲 那个专案住宅 厂商倒过两次 你知道 辛辛苦苦把它结案掉 不过现在大概OK了 大概陆陆续续再搬进去 所以 这一期就结束了 二期 该拆的都拆的 包括这个什么历史建路 判定是不是历史建路 都处理完了 所以该拆非拆 现在大概跟大家报告一下 最重要的是这个 这个T16、T17、T18 大概将近10公顷 你知道 我们在今年的下半年 会开始招商 那希望也能够签约完毕 所以从现在开始 要针对这个 将近10公顷的地 要开始进行说明 为什么这个很重要 你知道 因为我们台北市政府 没有预设立场 所以我们到底要做什么 都可以讨论 所以如果各位议员 特别是选区的议员 你知道 对这个T16、T17、T18 40北斗科技园区 二期 那10公顷 在产业上 你有什么想象 你知道 大家我们都可以讨论 我们希望在这个 今年年底 就可以把完成这个说明 招商签约把它弄完 我们预计 在明年的年中 你知道 会交地 所以如果可以 厂商得标以后 他们有半年的时间 去请建造等等 那交地以后 就可以开始开工 那这个是台北市 在未来的几年当中 最大的产业用地 所以这个 也跟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讲 那刚才讲过 一期的专案住宅 厂商倒闭两次 辛辛苦苦 终于在今年的五月 算是完成点交 那陆陆续续 还有一些什么要整修的 我们另外设一个标 你知道 那大概希望在7月的时候 可以全部把整修的 要修理的部分 再把它修完 大概就这样 那目前是有一些小问题 包括我们本来是有 那个社会的福利设施 因为有些经账朋友 要搬进去 住户有意见 那当然是这样 这个还是要 还是要跟 当地的住户去沟通 看要怎么处理 其他可以招租的 另外在二期 有一个G1公宅 大概363户 那这个是 我们这个5月6号 已经上网招标了 那大概希望四年内 可以完全部竣工 所以 四林北投科技園区 就是这个红色化起来那一块 那大概是10公顷 大概在几年内 台北市最大的产业用力就是这一块 那预计明年中交地 那我们目前的想法是这样 台北市可以发展的 产业大概只有ICT跟Biotech 那这个地方有北荣 有阳明医学大学的 所以他们也很有兴趣 所以目前我们大概想法是 希望是一个智慧健康医疗 跟ICT的产业为主 不過没有预设立场 这个都可以讨论 那这是台北市政府 在这一两年内最大的一笔 产业的用地 这个也欢迎大家 發表意见 我们希望在今年年底 招商可以出去 那明年中交地 就可以开始去兴建 社子岛昏昏饒饒 走到现在 目前防洪计划在经济部 大概经济部 文资保存是这样 本来里面有五个历史建筑 但是我们实在是很怕 又有什么历史建筑要跑出来 所以我们要在今年 再给他做个普查 这次普查完以后 就希望说不要再跑出什么历史建筑 突然增加变数 所以目前这个文资的这个调查 正在做 希望说有历史建筑问题 一次搞定 不要说要开发 突然跳出来说它是历史建筑 所以防洪计划在经济部 应该会过来 那文资保存在检查一遍 那当然最有问题的就是 趋断征收的这个拆迁赌偿 原则上是这样 我想这很多议员也非常关心 我的态度是这样 公务员不坐牢为原则 你总不能叫我们做犯法的事 在这个不犯法的情形下 我们会尽量给大家方便 因为社子岛毕竟禁建48年 我也同意说 这禁建48年 对住在那里的一万多人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们在拆迁补偿等等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会尽量犯宽 那这个拆迁补偿以后 就有趋断 这个才处理趋断征收 那就可以把环平做完 那防洪计划文资 趋断征收的拆迁补偿解决 环平解决 那最后才处理这个 都市计划的细部计划 那都市计划的主要计划 在去年六月 我亲自去内政部 大概是审查过的 所以现在只要把这些 还要再处理完了 解决掉 我们就可以处理细部计划 细部计划就可以 大概就搞定了 社子导我的态度是这样 可以做还是做 当然这个 拆迁补偿 我刚才讲过的态度是这样 在不合法的范围内 尽量给大家方便 那安置 其实也不用担心 因为政府也不可能 让老百姓流露街头 所以再怎样 但是我们实在是八十二十法则 你就不要拿个案 来阻碍整个大计划 我保证不会有人流露街头 OK 那这个专案住宅的位置 要调整没有问题 大家可以讨论 趋断征收 有人说他不要在趋断征收里面 这个我们也有一个 不进入趋断征收的办法 OK 保留弹性 那这个也是 可以透过沟通 不过原则上是这样 社子岛已经进建四十八年了 我觉得好不容易走到这里 应该是勇敢的给要冲过去 所以我们在过去几年当中 陆陆续续在社子岛 还是做了很多的改变 包括以前是因为禁建 不准接水接电 我自己去住够 我发现这个还是不行 所以我们说不影响这个 拆迁补偿会的发放 隐形里面接水接电 增加门牌 可以修上 这些因为有先 大家也切解 不会影响你日后的这个 拆迁补偿会的话 我们都隐形你做 那在地服务 包括联谊 社会局都有进去辅导弱势 我们也愿意开了很多的说明会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一样 社子岛是李德权副秘书长 当PM 我还是认为说 社子岛有很多困难 但是拖下去不是办法 已经48年了 现在不解决 以后更难解决 所以应该是咬紧牙关 以80、20的精神 只要大部分通过 就给他做下去 至于有小部分有问题的 再另外专案来处理 应该是这样 再来是大家很关心的捷运 要跟各位议会同仁 报告 20年内 台北市最大的建设就是这个 環壮县 会超过2000亿 目前 環壮县的中環段 都在新北市那一部分 年底会通车 南北環 已经通过行政院的核准 所以现在已经开始要西部规划 要开始在走 所以关于南北環 在这段时间 如果有地方的意见 我们也欢迎议员来跟我们表达 因为现在进入设计的阶段 东環段 这个现在已经进入交通部在审查 不过我们现在是这样 我们还是希望说 这个環壮县是一次规划 为什么 台北市过去的捷运 五条路线四个积电系统 这是不对的 所以要求这一次環壮县 这个积电系统 而且我们在合约里面 会给它写好 OK 积电系统要统一 那过去台北市的捷运县 都是辐射县 这一次这个環壮县 总共49.2公里 有42个车站 其中有14个车站 是交费点 包括跟台铁高铁 还有捷运县还有轻轨 所以这个環壮县 把目前辐射县的这些 包括台铁高铁 这些全部会圈起来 所以这个很像日本三手县的概念 那更重要的是 因为我们这一次有整体规划的概念 所以我们提出一个叫台北TOD TOD我想 以前在已经讲过很多遍 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 以交通为导向的都市计划 所以我们大概 二十年内 因为现在目前还在做万大县 跟新移东延县 除了这个在 这个是六年内会完工 然后在十年内在完工的是 这个繁壮县 然后我们在这个台北市 一百十七个站 再加上目前凡庄县所有的站里面 我们有挑四十个 开始做这个都市的规划 也就是说 都市计划的发展 必须以交通为导向 这是过去在发展捷运的时候 没有想到 所以我们这次会把这个 在规划捷运县的时候 会把这个 以交通为导向的都市计划放进去 那这个是 所以我大概想 今年应该都发局会公告 你知道 这种TOD的一些都市计划设计准则 所以总共 这繁壮县刚才讲过 有十四个车站是跟台铁高铁 轻轨捷运有交费 所以这个会对整个台北市的交通 会形成一个很大的影响 那 东繁壮县刚才讲过 我们现在已经在交通部办理县刊了 我们希望是这个速度快一点 那到时候南北返你知道 可以同步 我的希望是可以同步开工 同步去处理 汐止民生县 那这个就 目前还在 環保俗的这个 環平当中 那我们就继续走 至于要怎么做 其实汐止民生县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哪里 那个松山机场 到底要不要汇 松山机场如果真的要汇 的话 在台北市这边的路线 会不会移动 这个坦白讲 这个是一个变数 所以 我们现在就 反正環平就继续再走 不过目前台北市政府 環状线还是第一优先 这个要优先处理 那汐止民生县 我们再看看 他在跟交通部在商讨 他牵涉到整个国土规划的问题 因为只要松山机场 位置一改变 不废掉的话 整个汐止民生县的路线 恐怕会有问题 所以大概以上 就针对几个台北市 目前正在进行的重大建设 跟各位议员报告 那底下我们就开始接受咨询 谢谢 我们就开始咨询 第一位请许晓新议员 市长 那个我们这边有椅子 如果我咨询的时间 你想要坐着也可以 为什么 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关注高雄 很怕我们大家以为 我们议员呢 都对你很坏 你都只能站着 你喜欢坐着 也可以坐着 不会把你当小学生 好 谢谢 那这个昨天接受日媒的专访 有被问到2020的时候 你有松口说自己有在准备 但是也有可能不展开实际的行动 不过我今天不是要追杀 你到底要不要选总统 因为你这么聪明 我想我要问也问不出来 毕竟你说有准备 那就是有方向 我们今天直接 从专案报告的重点去切入 因为主题是重大工程的推动进度 那这种地方上面的重大工程 包括我们台北市 很多经费的核定都在中央 很多审议都在中央 环平也在中央 我要问的是说 这次我其实待会要问 民生系指线和东环段 或者是我们下礼拜的 包括大巨蛋 然后我们的双子星 身杀大权 几乎都在中央 我想问市长你怎么看待 这几年中央预算 在台北市分配的问题 你觉得政府的效能好不好 开会又开会这样的状况 如果是你的话 你有什么不同的想法或是做法 尤其针对民生系指线 东环线这些工程 从台北市长的立场 看中央的态度 你觉得有什么跟你想法 不一样的地方吗 系指民生线 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觉得板南线 从南港展览馆 再延伸5公里到系指 这个成本效益最高 所以整个包括基隆轻轨 我都不太同意 你不同意基隆的轻轨 我觉得那个效 那现在基隆的轻轨 中央就说要到南港这个地方 他之前跟你不同调 这个部分 你现在想法有改变吗 他是要到南港展览馆 可是我们全部的交通转运中心 是在南港 所以我觉得有问题 那设计是有问题的 所以你觉得这个基隆轻轨 到时候接到台北市的效益上面 会跟原本评估的有落差 我觉得很难说服我 不好 那我们现在呢 民生线线目前 我们送的版本是民生东 可是市长你刚刚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松山机场的存废 如果今天松山机场 他未来是要废掉的 那明泉东这个整个地方的经济 或者是他未来 他都可能发展起来 那似乎你去把这个捷律线 设在那个地方上来说的话 他是有助于未来我们可能 十年二十年的发展 可是我们现在就已经 送了民生东的版本 是因为现在的人口数 在运客量上面都是集中在民生东 但他会衍生的问题 包括路数要怎么处理 包括老房子的零损 包括交通涌色的问题 民生东路未来可能十年 因为捷运的关系整个都涌色 变成第二个内湖 市长你怎么看现在我们的路线选择 这个刚才讲过 松山机场的存费 应该会影响民生细子线 在台北市 所以当时我跟朱立伦的争议 事实上在新北市那一段 他比较没有争议 可是问题是 目前的细子民生线 跟整个台北市的捷运完全没有接点 是 可是我们现在都已经提出去的方案 就是走民生东怎么办呢 所以我也明白讲 我这个人一向实问实答 目前台北市的主力是繁壮线 我已经下令捷运局繁壮线第一优线 全部的力量先解决繁壮线 因为这个是很实质有效的 那我们民生细子线走民生东 或是民权未来有可能再去改变吗 这个路线上面 市长你的想法 我觉得这可以讨论 因为刚才讲过 如果以投资报酬率 最高就是把南线从 南港展览馆 再延伸5公里到细子 这样的话成本效益最高 成本效益最高 可是目前我们现在送的方案就是这样 那再来就是说 我们民生商圈最近的没落 跟东区碰到一样的问题 我希望就是说 到时候如果真的施工走民生东 这个交通黑暗期的部分 在商圈市府也要多多的来帮忙 不要让他没落下去 这个每个上 这个每个上 好 我们是理性问证 那也希望你具体回答 那我们当然也不会像 像那个小学生一样给你赞的教训 第一个我想问还是交通问题 我是出身内湖南港的议员 所以您过去有提到 内湖的交通没救了 这部分您是失言吗 还是情绪性发言 内湖的交通 我以前讲过很多遍 内湖最真正的问题是都市计划失败 因为当时在开放工业区 我想那个12市的都市计划的变化 其实交通没有算到 所以内湖的人口 从7.5万增加到30万 增加四倍 可是它道路面积没有增加 所以如果重新检讨一遍 内湖是都市计划失败 不过这样事情已经发生了 而且这样 它一年产值4亿 你现在说它不对 它产值4亿 是台湾很重要的经济园区 所以目前是这样 我们还是小真美容 就是说能够改善改善 那内湖真正最后 关键线会改善内湖交通的是 东环线 环壮线的时候 在之前 包括成功桥扩翻 港前路扩翻 那些只是维持交通不变坏 但是没有办法很dramatic的改善 很诚实的讲 市长你说时间有限 小真美容的部分 环壮线很重要 那南北环的部分 行政院已经核定了 那针对南北环 苏贞昌院长提到是年底动工 可是我看到你的报告里面是 110年才要办理工程招标施工 那请问到底谁的时间对 苏贞昌讲错了吗 您的对嘛 我的才对 所以苏贞昌讲的还是太急了 那第二部分 那您有提到说 环壮线是目前的第一优先 那在东环线的部分 那捷运局也呼吁行政院 要赶快核定通过 五月 当然前几天 五月二号做了路线審查 您认为中央有在卡东环线吗 没有 没有 所以为什么会审查那么久 本来就很慢 本来就太慢 所以你认为时间就是都没有问题吗 目前没有特别卡 这个环壮线我想这个还是比较专业 所以这个目前还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但是能够更快当然是更好 我会这么问是您过去有提到 东环线要在你连任之后的第三年 也就是2021年动工 这部分您可不再具体承诺 2021年会具体动工 因为可行性通过还要办综合规划跟环平 那我们是在希望在市场内至少要争取到行政院核定 不不不 市长在之前竞选期间有特别提到 在连任之后的第三年要动工 这部分可不可以请您再具体承诺会动工 卡在一个环平 环平是这样 我想是这样 因为环平是一个不可测的因素 所以没有办法跟你百分之百保证都一定的 不过我们这个 我们已经把它当作是台北市政府第一优先 交通建设第一优先 所以我们会全力去处理 好第一优先的话就要尽速向中央争取 那本期也期待市长可以多出席行政院 甚至向中央争取 那可是您这几天 您对中央其实有点在炮打中央 甚至您也提到说 蔡英文是一个挑衅者 当然是两岸政策的部分 可是当您一再炮轰中央的时候 那未来市政的部分怎么去做争取 没有啊 这个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政治文化 不管我喜欢不喜欢你 大家照专业走 所以专业的部分 那市政这部分 您有同意跟蔡英文或苏贞昌会面吗 要干什么 您过去公宅的部分也拜会过林权 那为什么重大的政策 东环县不用跟中央沟通 好 那请张思刚議員 議长还有市长好 市长你是不是曾经说过 世大运办得很成功 世大运算是 也运气好 因为台中转向 我老实讲 台中不转向再厉害也没有用 OK好 那你讲过说想要台北市来争取亚运 有 好那我们现在做了这么多基础设施 你认为在承办亚运的时候 这些基础设施的完全 包括这个环线啦 包括各市长的改建 还有各个公共设施 包括北溢北流这些的完工 是不是对申办亚运有帮助 应该有 应该有 那市长下个月 就是六月份的 可能要办这个上海台北的双城论坛 虽然上海市并不是亚运的有关单位 也不是中国大陆决定亚运的这个机构 但是您愿意是不是试图的在双城论坛里面 抛出台北市举办亚运 然后在这个上海的双城论坛提出 争取大陆的一些 包括这些的单位的支持呢 亚运20 亚运好像最近一次是要在杭州办 所以如果我们要 杭州在上海旁边 你会不会派团去做一些观摩呢 在杭州上 杭州是一定会去的 如果没有 我们现在如果要争取亚运是2030 因为2026是明古 那2022是杭州 所以如果我们要办亚运 在学习的对象 最近的应该是 如果说中国 应该是杭州 所以在最近一次杭州的时候 你会派代表团去做一些观摩 会 那再来 现在两岸的关系这么糟 特别是我们申办亚运最大的 绊脚石 可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些打压 特别是他最近一些军舰 飞机在台湾附近绕绕 市长 这样一个两岸 比较冷峻的一个情况之下 您觉得用什么样的智慧 去搬开半小时去办亚运呢 第一步要露出笑容 露出笑容 露出笑容 跟他表达善意 人家如果不理你 所以第一步不可以让他讨厌 讨厌你后面都不用讲了 那你认为上海有没有讨厌你 大陆有没有讨厌你 我是他们可忍受的人 忍受的人 忍受这范围在几分 以十分为鉴 五十五分 就是可以补考 但是没有及格 再问一个 你刚才里面也谈到有关北投的影音园区 影视园区的问题 我看我们这市政府的一年的经费 在这个园区里面的费用非常非常的少 然后使用率也很低 按照我们现在锁头上看到的一些资料 每年协助拍摄的这个部分 基本上都在五六十件左右 没有办法达到一个产业的规模 再加上最近这一次的招标 又乏人问津 市政府要不要自己来去做一些经营 不要把所有事情都委外 然后再加上很多的建物老术也不能动 很多厂商看了之后就基本上就打退堂股了 这市政府的文化局啊 或相关的文化基金会 要不要先把这个地方带动起来 张议员不要太相信政府的能力 所以我们不要相信市政府的能力吗 委外还是比较安全 不然但是要训练一下 像我们的基金会坦白讲 蛮多的专业人士啦 你这个部分自己不把这个灶烧热 坦白讲这个地方没办法吸引厂商去投资啊 除非你把相关的观光去做一个连线 比如跟淡水跟附近的温泉区去做个连线 看能不能这个地方多一些生机啊 否则的话我觉得这地方供在那边非常非常的可惜啊 议员的建议是对的 实际上我们那个城市博物馆里面 新北投是一个 所以应该把新北投在做那个城市博物馆的时候 如何把这个群众带到那个地方去 不过目前中兴新村是低优先 因为他就在旁边 所以应该是把中兴新村做起来 看能不能把 你的建议是对的 请中佩晶议员 议长 市长好 市长我是大安文山的议员 所以今天的专案报告里面 我最关心的当然是南北环的进度 在这个报告里面提到说 108年 118年会完工 但是我高兴没有太早 因为我看到上一项是写说 现在要办理系社招标当中 市长请教你认为现在这个办理系社招标当中 最有可能遇到的难关会是什么 大部分 其实我们在选地的时候 也就刻意去闪掉那个民间 尽量用工家地 所以我认为 我现在看不出有什么很明显的障碍 不过我们还是会 还是要去做下去就知道 市长这个案子之前延宕非常多年 因为中央跟地方之间 常常因为还评的关系 一来一往拖了很多时间 那有鉴于你现在跟中央的关系不是那么好 所以我们格外担心南环线的各种跟中央沟通的进度 会不会因为受到你跟现在的中央气氛不好 而连带受到影响 你认为有没有这个可能 现在都已经合定了 现在合定以后就不干他的事了 好 市长我们希望这个南环线的进度 不会受到你和蔡政府之间这个尴尬的气氛而影响 刚刚这个报告里面提到很多时间点 包括各大市场的改建进度 除了今年会完工的大龙市场之外 其他都还陆续的在推进当中 那其中我看最快的就是环南市场 在今年的时候会有进度 那其他在这一届任期前会完成 大部分都还是持续的在推进当中 所以市长 市民和我们都很想知道 就是这些案子在完成或是在推进的过程当中 你究竟还会不会在台北市长的这个位置上面 如果不能的话我想今天在场所有议员的寻答其实都没有意义 市长我想特别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你的脸书上号是由市府的同仁所管理的 那所以我想他应该也算是市政平台的一个延伸 你这两天有没有发现上面有什么特别奇怪的状况 没有啦可是每一篇都是我自己改的 我是说留言的部分 留言我们都不会去看 你从来不看上面的留言 所以市民给你的各种意见你不会知道 老实讲因为量太多了 所以以前考虑要不要回 后来发现哇这没办法回 而且你有的回有的不回更奇怪 所以后来就不回了 市长没关系 如果你没有自己看留言的话 我们帮你看了一下 你最近一篇发言被洗了四千多则留言 很多人都在上面写说 本来从喜欢你到最近讨厌你 然后对你有很多的意见 那大概来讲就是因为您批评了蔡总统 亲美抗中 然后同时指出一个总统应该懂得臂战 所以简单来讲你的脸书就是被洗版了啦 你自己完全没有发现这个状况吗 他们有跟我讲说 那个大数据 其实我们那个大数据会监看 所以那个是负面情绪的确是上升 所以你有知道有这个状况 但是你不知道具体留言是什么 你会因为这样子修正你的发言吗 不会 市长你刚提到说两岸关系当中 你自己得到55分 那这个不懂得臂战的蔡总统 你帮她打几分 你不要害我啊 市长这个你刚打自己分数的时候蛮好爽的嘛 那个你看现在给他建议的这个总统 我看你要讲他要臂战的时候 都是蛮爽快的啊 没有啊其实这样啦 两岸的分数是这样啦 要考60分以上很困难 不要死当就好 就是说你在50分到60分钟 考那个分数我觉得大概只能考到这个分数啦 市长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他的国安政策有危机的 早就发现了 早就大概是什么时候 很早很早以前的 很早是多早 哇这个具体的时间没有办法讲啊 市长我会这样问是因为我现在手上有一篇中央社的专访 你到去年2018年的5月9号的时候 你都还说如果蔡总统要竞选连任 你会绝对支持他连任 如果像你刚刚讲 你早就发现他的国安政策有危机的时候 那我不晓得你去年5月9号的时候 说你绝对支持他连任的那个信心跟支持度从哪里来的 还是说你认为只要颜色对了其他都好说了呢 一般来讲是民主国家的惯例 我们还是尽量 耿温议员 谢谢主席 我们亲爱的柯市长 我相信我们还是柯市长 我们做一天市长 就还是我们专心市政 所以我们今天回到市政的议题啦 市长其实今天专案报告内容 有一个就是我们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是我们其实很多市民都非常关心的一个场馆 那其实那个本席也非常关心啦 那一直以来说实在 我们台北市也真的没有专门为 就是准备红快要红 然后陪植我们音乐人的一个 专门打造流行音乐的场馆 那其实呢 本席在4月27号 说实在那一天呢 我也有亲自去前往 我也有去看 也有去听音乐 那还有前两天 我们台北市有很多的议员 我们也有前往然后呢去做参访 这样那其实我发现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喔 就是我们的场馆的位置 处处是雷位啊 你知道什么是雷位 就是有雷的位置 这个是第二排喔 第二楼的第一排 我们看到的舞台是长这个样子 然后呢再来 这个是我们昨天才送来的一个文化局补充资料嘛 里面有关于民众参与满意度里面 都有嫌舞台太矮喔 一楼站起后面会看不到 还有专业的导演跟硬体人员又回馈 他说一楼是摇滚区 但是固定的舞台太矮了 就是站在一楼的人后面基本上都看不到舞台 然后尤其是只看得到眼珠的膝盖上以上的画面 再来呢硬体人员他的回馈 从观众习说二楼的石牌以后 因为送到上面的三楼的整个结构体的影响 所以从整个你看视野的观角度 我是整个被压扁的 也就是说大家看不到舞台的正上方 我想一下问一下市长 我们花了四十亿元喔 去做这样一个北流 六十亿 对花了六十亿这样的价格 结果反而大家观众的位置可能参差不平 以后雷位记得喔 大家二楼都失败以后千万不要挑选喔 因为我们说实在的 一楼分对你说的这些雷位 就是在我们压力测试的时候发现的一些问题 我们现在就在调整 调教当中 包含第二楼第一排的扶手 你说大家调整是不是 那二楼的那个 二楼的前面那个 大家都挺直 像我那天就抢了 那个扶手整个会往下降 这个所以现在正在做调教当中 对啊 所以说实在市长我们都认同吗 一场表演其实说实在一个很棒的感受 然后很棒的这个表演的节目 我们都是觉得无价对不对 因为很多人真的他们存了好久的钱 买了这张票就为了去享受一个表演 结果没想到可能如果你没有事先做好功课 你就可能会挑到雷位 这件事情希望能够尽速解决 因为我知道已经竣工了对不对 可是这些硬体的设备 我希望我们文化局还有我们的市长可不可以关心 因为我们都觉得好像很棒 其实实际上内容 软体跟内装的调生的部分现在正在做 好希望可以尽速解决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北市府其实不断的希望说 我们可以尽速透过北流行政法人的自治条例 那其实呢 一开始我们在教委会的时候 我有问过我们的局长 就想要问说 那时候您觉得是认定是说给文基会来做经营管理 可是为什么现在会变成是说又是特林医院 你知道我们台北市从来没有一个场馆是行政法人来经营的 这是首例 这个是第一优先 如果行政法人可以就可以 如果因为卡太久 我们当时说要备位的那个准备 那未来北溢是不是也是 目标也是 目标也是 那所以我们又要重新通过一个自治法人 不同的有不同的 所以又要再重新再绕过一遍 那其实我担心的点是 因为现在很多人在担心 就是说未来因为台北市会一直不断的 挹注三亿元的资金进去 那他也掌握了场馆 还有培职人 他会不会未来变成一个大的经纪公司 然后自己去接活动 我想要知道 他的主要营业的范畴在哪里 不会压缩到我们民间 其他经纪公司的整个 大家运作 汪志斌议员 好市长 接下来C1D1 我们快问快答 我们在这个市政府 一把就是在我们今年1月25号递件 如果按照正常的程序 其实我们台北市政府是预计 三月可以签约 对不对 然后经过了投审会六次的发函 补件问题一大堆 现在呢 还提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要求 你必须具跨国境外服务资格 不具厉害关系的独立专家 这个根据我们 在交通委员会的打询的时候 我们的局长特别提到 类似这样子的补件的内容 前所未有 而且是非常的特别 市长你也同意 对不对 好 之前 甚至 更离谱的是 更扯的是 立法院还提出来 要在他们的经济委员会里面来做专案报告 我自己本身曾经在经济部投资业务处 担任过 公务人员 跟投审会的关系非常密切 我小白猪到现在 我也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子的案例过 我必须跟 为我们台北市政府说一句公道话 所以请问一下市长 你觉得这里面有没有政治卡关的因素 快问快答 我就在看他们要搞到多久 有没有政治卡关的因素 我又不晓得 不过后来他们跟我说不止这个案子 好几个案子都卡到 他们规定的5月13号要驳回 结果驳回了没有 最优胜的已经送件了 已经送件了 在5月13号的期限之前 送件了 好 那个市长 你曾经讲过 你说你会亲自去处理 这个这样子层层卡关的这种状况 你处理了没有 结果是什么 其实我叫那个副市长 去经济部已经拜会过经济部长 什么时候 有啊 后来经济部长不肯见面 换副部长 所以我们已经跟他讲了 见面了没有 有见了见了 讲了什么 就告诉他快一点 告诉他快一点 这样而已 当然他不撩你啊 你的态度不够坚决嘛 你这么温良公俭让 当然人家不理你啊 所以呢 你有拿出什么 杀手剑 我就觉得这样 他们要搞就看他们要玩到什么时候 看他要拖到什么时候 那我们市民也要看你拖到什么时候啊 这个这样啦 该讲的话都 一个拖字 不是啊 该讲的话都讲了 在媒体前已经讲过这么多遍了 他不处理是他的事啊 他看着办 他看着办 谁 蔡英文 我该讲的话都讲了 我在媒体前已经讲过这么多遍了 他不处理是他的事啊 好 接下来 我要请问一下 从我们刚刚前面五位的议员的这个答询 我们议会的跟你 市长的这样互动的这样子在议会的一个答询 你觉得你的表现 跟在高雄市议会他们议员跟韩国瑜之间的互动答询 你觉得哪一 你表现的比较好 不要忘记你已经做过一届了 四年五个月 还是韩国瑜表现的比较好 还是韩国瑜真的很难表现 没有啦我们议员水準也比较高 坦白讲 再讲一遍 再讲一遍 市长再讲一遍 大声一点 不要降我的时间啦 我又失言了嘛 高雄 高雄 我们台北市议员表现是比较好 是不是 那在这边 憑良讲 市长的表现也要看议员问的是不是有实质 能不能对市民有帮助 如果我问你 市长的拆除市场的 好 市长 很开心喔 今天看到你的那个报告里面提到说 长达15年的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即将在109年的第二季正式营运 那最近在功能测试的时候 我要跟市长告状一下 就是我们的在地议员并没有被邀请 那市议员被被 市长我想请问一下 明年第二季开馆正式营运的时候 市长你会邀请议员一起去开馆吗 没有请市长回答好不好 没问题 还有那个测试 那市长 你会以市长的身份来邀请我们一起去开馆 跟你一起开幕吗 还是以柯市长的身份吗 明年的第二季 我的邀请卡上面还看得到您的名字吗 那你这样讲 我一定要在5月20年前办 没问题 你说什么 我没有听清楚你的答复 不要鬼扯 没有我们还是会 会尽量尽量 没有市长这不是鬼扯喔 因为我们想知道说 你今天所答复的我们 到底是不是有效期间只有两个月 不会到明年的第二季 如果你的有效期间 你今天所做的承诺只有两个月的话 那我们今天的答选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希望 我们是去年同一天当选的 希望有缘分跟你在 接下来是同一天卸任 不要你明年我们的邀请卡上 已经看不到您了 然后第二我想请问一下就是 按照行政院给我们的规定 被留应该要在今年108年就要完工 而且预算补助也有到108年 可是我们现在的公期 是到109年的第二季才会开馆营运 在这中间里面如果明年行政院不再补助了 你的预算又没有保留的时候 他不同意你保留 台北市政府要做好营运 没有关系文化局长先不用 我只是提醒说台北市要做好营运 就是中央不一定会答应你保留 当然如果你去选总统 你可以明年再说我要保留这一笔钱 所以这个是您要去做好准备的 第二个是我比较关心的是 前一阵子在做功能测试的时候 市长您知不知道我们只有做几席的邀请 观众的邀请 一千四 一千四 一千四占整个六千席 大概只有三成不到 这样的功能测试你觉得有意义吗 它符合真实的状况吗 会慢慢加压 还会再举办几场 那可不可以拜托市长承诺说 如果接下来的满席测试 还有加压测试 可以多邀请一点南港跟内湖 当地的居民去参加 OK 谢谢市长 那我想再请教一下 前一阵子在做功能测试的时候 我们来参加测试的音乐团体 他们必须要自己去租灯光跟音响 大概花了四百多万 那后来有很多 中小音乐人就很害怕 看到这个数字又很害怕 因为满席只不过是六千席 你就算是每一张一千块全部卖完了 门票收入也不过六百万 可是光灯光跟音响 就必须花掉四百万 所以当时我们有要求文化局说 必须要采购在主场馆里面 可是今天您的专案报告里面 只有提到电动舞台的采购 还是没有提到灯光音响 所以我很害怕 希望说由市长来承诺 这个会加装基本的规格 没有问题 除了主场馆以外 市长知不知道 那个南基地还有Life House 有四个Life House 从小到大 可是现在Life House里面 八千人跟一千六百个人的席次 也一样没有灯光音响 过去像那个Lexy 他一开始经营者也没有加装 可是后来 根本这些中小的音乐人团体 他根本没有办法去进驻好好的使用 所以后来Lexy还是加装了 是不是我们台北市既然花了六十亿 去盖这个场馆 软体的设备 是不是还可以 还是可以提供这些基本的灯光跟音响 这个看后续盈利 如果是委外的 他们要弄的话 就是给厂商处理 这个可以讨论 这个可以讨论 请台北市 还是 请卉主委员 市长 我观察你做市政报告或专案报告 大概都态度还算蛮诚恳的 也做好充分准备 请问你每次面对议会 你事前要做多久的功课 我们很久 因为我们大概一个礼拜前 所有的局处要先预演一次 然后在预演完以后 回去改再预演一次 然后自己再报一次 至少要好几次 所以到议会来报告要做三次以上的预演 大一等于三 那么你在第一届面对议会的时候 也跟议会有很多的冲突 甚至还拍桌子 你答复吴市政议员的时候 有些全程坐着不肯站起来 你甚至跟媒体说 你每次面对议会都要吃药 吃这个抗压力的药 你现在还会这样吗 不用 为什么不用了 心态改变就好了 心态改变 是你不再仇视议会讨厌议员了 对不对 对 为什么以前很仇视议会讨厌议员 报告议员我以前在台大是教授 教授我也教授啊 我也在文化大学当教授啊 教授就可以仇视我们这些议员 讨厌我们这些议员喔 教授就看不起议员喔 你以前是台大教授 所以第一次当市长的时候 看不起议员喔 不是啦报告议员台大外科教授很大 台大教授很大就可以看不起所有的议员喔 你有没有看日剧那个白色巨塔 所以你现在不当教授你就看得起议员喔 你要不要为你现在的答复向议会道歉啊 以前刚刚从台大院来很不习惯议会 所以以前你也看不起议员也瞧不起议员 现在你觉得议员怎么样 议员是我们很重要的information source 所以你现在看得起成蒙你看得起我们所有议员是不是 不是啦我觉得你们是很重要的这种资讯来源 你觉不觉得我们把你当小学生 不会 不会 那你觉不觉得我们台北市议员现在的水准很低 不会 不会 那你觉得你的府会关系可以达几分 大概七八十分吧 七八十分 你以上所说的 有一个人叫郭台铭 他昨天在媒体上给你打的评语就是 我们的柯文哲心口不一 你觉得郭台铭对你的总体评价心口不一 你是否赞成 不赞成 为什么不赞成 他表示他不认识我 他不认识你 我觉得他讲的很对啊 你刚刚跟我的对话 齁你对我们议员 我就觉得你在骗我们心口不一 你在议会里面说不会看不起我们 回到办公室搞不好又说议员算什么 对不对 所以你是心口不一 现在不会的 现在不会的 现在真的很尊重议员了 对啊 那你给韩国瑜在高雄市议会的表现打几分 我觉得第一个会局很难 这个都还搞不清楚很难 很难是几分 不过媒体效果是不错 媒体效果不错 有帮韩国瑜加分 其实我觉得那个打没有效 这个大数据分析就可以看出来没有效 所以 高雄市议员打韩国瑜没有帮他减分 没有 那你觉得 选总统你会选赢韩国瑜吗 很难预测 很难预测 选输的可能比较大 对不对 不会 那选赢的可能比较大 也不会 也不会 那到底什么比较大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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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一定要去选总统跟他PK一下 因为你认为你的机会跟他是差不多差不多 不一定 不需要 没有啦 怎么又不一定 所以你心口不一嘛 郭台铭说你心口不一 好 接下来请 因为王世坚议员放弃咨询 接下来请郭兆岩议员 好 市长 过去你好几个市场的改建 还有包括这个公共住宅改建 都是一味的抢快抢成绩 以至于只是开一个图具形式的说明会 而不重视摊商跟市民的一个需求 所以呢 衍生了很多问题 这让市府的形象受损 然后同时也影响到摊商的权益 所以像第一果菜市场里就漏了环评 那时候呢 就引发媒体 还有我们议会的强力的抨击不是吗 好现在东门市场南门市场改建也是 我要提醒你南门市场的改建 那个时候如果不是我强烈的要求咨询 你差点把它们安置在摊商全力反弹的特事特务这个用地 好现在特用地问题又来了 为什么呢 这个你们改建都没有跟摊商市场处做一个充分的沟通 以至于现在规划水沟过小排水不易 然后那个隔间呢也过高 然后空间过大容易窝藏老鼠等等的一堆问题 当他们跟你们反应 你们一开始却回答他说 叫他们忍耐三年 这真的是很夸张 真的有这样做 还是上个礼拜我又到现场去会刊召开协调会 再做相关的问题的解决 不过你知不知道 现在又疑似因为是南门市场的中进市场的新建 引发将近超过上千只的老鼠 流窜到中正国中东门国小还有北一女去了 把学校的相关设施破坏 甚至学生上课的时候 看到横行而过的这个老鼠都吓得不得了 你知道吗 我告诉你 你真的以为 你真的以为这些摊商市民朋友们 都是跟你充分沟通之后吗 我跟你讲 他们只是敢怒不敢言了 然后你们的同仁都是报喜不报忧 所以市长我跟你讲 因为今天咨询的时间很有限 很多问题我都在裁建部门的时候提出咨询 也帮你办了协调会了 所以我希望针对我的一个要求 我的一个结论 你能够让市场处还有相关局处 充分的检讨去做补救对策可以吗 可以 你知不知道真的上千只的老鼠 可是奇怪 这个就是中继市场 真的就是在偷那块用地 而且不止如此 你还要再去思考 未来南门市场这边 要牵过去的时候 这个地方 会不会也有类似的问题 所以你刚刚讲了 環南市场環南市场 我要讲那是算你运气好啊 環南市场是历经多少任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协调努力 你是那个临门一角耶 你不要真的以为任何一个市场的改建 都可以像你急诊室一样抢快 这个是做不得的 而且我要告诉你 你这个中继市场的工程经费 本来是1.66亿 现在追加到2.75亿 这个是超过原编列预算 你现在要动至超过三分之一比例的二倍金 这个也是从来都没有的事你知道吗 而且我觉得很奇怪 于市场的中继市场 这个冷冻的一个设备 这样的一个费用 你本来就应该考量进去的嘛 所以你承不承认你当初真的规划出师 这个 本来已经有报告过 我们有两个错误 对 你承认你的确是错误 包括你抢快 包括你规划不周 行政能力不足 对不对 你打我 是不是 不过都有改进 对都有 好那我告诉你 我今天真的很两难呢 因为我是在地议员呢 说实在 为了这个唯物太伤权益 我真的不得不支持你用二倍 可是身为民意代表立场 真的是无法同意你 这样子常常在 你用二倍金 你在两次议会监督之责 所以我要对你提醒 你如果可以 还是尝试用增加协议证的方式 送进来获得其他议会的支持 否则我要告诉你 不是我们一定用好的支持 我也希望你继续这样的教育 市场改变不是激战的事好吗 好我们谢谢第十位登记的国招议员 接下来请罗志强议员 时间四分钟 市长 请问你要选总统了吗 还没下雨 天还没亮嘛 还没亮 雨也还没下是不是 对 这还没有出兵嘛 对不对 那我问你的备胎找好了没 蛤 备胎找好了没 你不是要所有首长都要准备备胎吗 你的备胎找好了没 不是啊我跟你讲 我们要开始 好没关系 我知道市长你也不会回答 因为你有没有要选总统 如果没有要选 这问题其实都不需要回答 但是如果你要选总统 这些问题跟你刚刚报告的建设案 就高度相关 如果你要选总统 你的任期可能只剩四个月了 因为六月说要说选不选总统 说完以后如果宣布辞台北市长三个月内补选 所以台北市长任期只剩四个月哦 所以就很重要哦 所以早点告诉大家 让大家提早做准备好 那第二个问题我要跟您讲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孔子这句话你听过吧 对 那我想要请教您 你五月二十三号到日本访问 出访主题是什么 我告诉你啦很简单啦 台日观光高峰论坛影富山 那我知道 请问您知道 你市府邀了三个议员陪同 只有两位议员愿意 你知道是哪两位吗 我还不晓得哪两位 一人在下我 还有我们徐立信议员 我们两个很给你面子 陪你去日本 那你知道市府用什么名义来邀请 我跟徐议员陪同吗 我告诉你 我不会像考小学生苛责你啦 因为这个你不知道 我觉得很正常 台日观光高峰论坛影富山 他是用这个名义来邀请我跟徐议员参加 您知道吗 知道 那你回去要问问看您的市府的官员 好 那我也想要请教一下市长 您知不知道 结果 市府排给我们的议员的行程分AB版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这有什么AB版 那你知道 一版是给议员的行程 里面议员既不准去富山 也不准参加观光论坛 您知道吗 怎么那么奇怪的 对啊您都觉得很奇怪 这不只是奇怪 这叫做庄孝伟 对啊 庄孝伟 你发个简讯通知我跟徐议员 陪你去参加日本观光论坛尹富山 富山我们两个不准去 观光论坛我们两个也不准去 我搞不懂耶 我还真的 所以我要去干嘛嘛 去观光吗 抱歉 市长 我要跟你讲 你们的市政府怎么回答我 他说不帮我们安排 还是因为对方要求我们不准参加 跟议员报告一下 他是因为进会场 坐在席上 抱歉喔 我行程没有在这边喔 他说台上的有限制人数 一不准去富山 也不准去观光论坛喔 用的理由是对方不准喔 那我跟市长我提醒你一件事情 我显然我相信你不知道这个事情 回去好好约束下属 一定是误会 你这是藐视议员 一定是误会 监督监督市长的行程 或是陪同市长行程 是市议员的监督的法定职责 你怎么可以因为 先等我讲完 怎么可以因为说什么 对方不准备要求 奇怪我跟徐议员是老虎还是大野狼啊 啊 我们两个那么可怕 不准我们参加 更好笑是 你要不要看看媒体版的行程 富山也可以去 观光论坛当然喔 可以会前采访 奇怪喔 议员不能去 媒体倒是可以去 这么公开的行程 两个议员不能去 我跟市长讲 我这边要严正的抗议这件事情 一定是误会 因为如果说 市府这么装校尾 告诉你 我也不屑去这个团 那边我宣布退出这个团 谢谢 好 谢谢 好 好 好 这下请文鸿卫议员 谢谢 好 安静啦 安静我要讲啦 好 那个市长 那个日本 日本的这个行程啊 不晓得你是不是有隐藏版行程啊 才会这样的安排 好 但是不要浪费我时间 我短短四分钟啊 市长 刚才啊 对那个专案报告 但是因为我们今天谈 所有的重大工程 有关于市北科技园区啊 事实上我们一直都在追踪 刚才市长也讲 这个是目前可以看到未来台北市最大的一个产业园区 可是我非常非常讶异 你刚才讲说 至于要做什么产业 好 你们没有定件 还希望各个议员啊 来大家集思广益一下 哎 拜托哎 你们搞了那么久 到今年下半年才开始要招商 然后你现在告诉我 你们没有定件 等一下我 因为等一下我讲完 怎么可以 这样一个这么大的园区 就是有一块上好的 这个衣料 然后 告诉你 未来是要做西装 还是要做运动服 还是要做内裤 不晓得 有这样子规划的吗 我们重大建设是这样搞法的吗 大方向有了 细项可以讨论 没有道理说到现在细项都不知道 市长 我真的非常建议你啊 你去找一下郭台銘 跟他谈一谈 好 好吼 你跟他约个时间吧 我真的觉得我们拼经济非常重要 怎么可以说一个这么重大的园区 你到现在一点概念都没有 难怪台北市的很多的商圈啊 通通都都在这个萧条跟衰落 好 对不对时间暂停一下 时间暂停 一咋 拜托 维持一下议会的那个什么秩序好不好 不然我的秩序应该受干扰 尊重议员花员 谢谢 好不好 好接下来啊 今天这个报告里面 四北科技园区 因为他在去年的时候 这个专案住宅已经就相继的过户 但是现在发生的一件事情 我相信市长一定知道 这个专案住宅 四北科技园区专案住宅在过户之后的 几乎呢就像种乐透一样 对 好你同意吧 同意好来我们来看 到现在为止 各个的这些网路上在卖房子的 都有这个精选 就叫四北科的专案住宅 每一户啊 两千五百万起跳 好有的都可以卖到将近三千万 好来下一页 也有这时间的关系 那么当时是因为了要安置这些住户 不要让他流落街头 市政府花了好几十亿来盖房子 而且用成本价来出售这些房子 那最后立刻转手 真的就像种乐透 市长也同意 同意 这叫做居住正义吗 不是 好不是居住正义 来下一页 我会给你一些时间来讲 马上碰到设止岛的开发案 最近我知道 因为有些 因为我不是当当地的选区议员 好我没有这样的压力 我知道议员有压力 可是同样设止岛的专案 也要做专案住宅嘛 那未来要重蹈覆车吗 我真的觉得 市北科当时是不对的 那我们现在要重蹈覆车吗 我现在有三十秒给你做一些政策说明 我觉得这很重要啊 居住正义一定要维护住啊 同意 你讲的我 我觉得我们那个市民北投科技 那个专案住宅有 我有叫他们要写检讨报告 要做改进 有 所以 所以未来市二指导的专案住宅 应该会有转手的年限吧 过去我们的国宅都有啊 只是后来我不想市北科 为什么就没有 可以立刻转手 有在规划 所谓的规划是什么 四年限 大概几年 这个要讨论 这个我们现在在讨论 就是说原来有六年 有提法是六零吗 是 是 但是一定会有什么点是不是 有严格是九方 还有其他的分数 反正 如果大家想想 你这样就不可以 市北科技 就不可以再发展 好不好 好 只见到 嗯 简苏培议员 谢谢 好 谢谢主席 市长 刚刚有一个议员问到就是 呃 你的两岸的分数的部分 你说你自己是55分 而且可以补考嘛 吼 我不知道你这55分是你自己制评 还是帮中国习近平打 还是台湾人民打 你怎么样去打这个两岸的分数 你觉得你说蔡英文不及格 请问你是帮谁打的 那我们这个是制评 是你自己觉得蔡英文不及格 但蔡英文在两岸政策 在台湾主体部分 是获得大多数民众的肯定的 所以你的分数跟 全台湾人民 跟最积极你的年龄 是完全不同的 是不是 这个跟联考 联考有考六科 有不同的科的分数 没有啊 就只有一科 就叫做两岸关系 做一科 你自己打55分 你认为蔡英文比你低 你是你自己平的 但你平的跟台湾人民好 完全不一样 那你还自得意嘛 还敢在这边讲 还敢跟媒体一直说 我觉得你喔 我不知道你当时要选择 要选总统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 大家都会去解释你啦 分数不是你自己打 也不是让习近平打 好不好 跟中国的关系好不好 人家买不买单 是台湾人民帮你打 好 接下来 时间暂停 我先泡 丢一下我泡泡 就是针对这一次的专案报告的部分 我要指定柯伦姐 到底是谁在画虎烂 2017年7月25号 柯文哲针对这个 基隆轻轨的部分 痛批交通部在画虎烂 第二页 柯文哲说 慢慢想快快做 呛中央追加捡预算 就是再留子孙下一页 柯文哲说 慢慢想快快做的政治文化 不要问为何以前预算都这样编 现在却不可以 因为政治诚信 政治诚信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 再下一页 在下一页 柯文哲说 他支持基础建设 但不喜欢不负责任 随随便便报个预算 就是台语的话虎烂 对吧 这都是你说的嘛 对吧 我给你请教一下 针对你万大鱼市场的中绩 你怎么看 这个的确是编列的时候 计划改变太多次 是计划改变太多次吗 好来下一页 正值诚信的柯市长 2015年预算编列万大鱼市场 编列1.66亿元预算 下一页 到底谁在画胡烂 2017年10月 我跟市场处回复万大 中继二期的工程预算 告诉我2.1亿 2018年3月29号 送来议会的追加捡预算是2.5亿 2019年变成2.75亿 请问 如果规划是相同 为什么每一年的动用预算不同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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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的内容跟今年有不同吗 有 去年的 那为什么去年的内容跟今年不同 那你去年在偏议会咯 是谁在画胡烂 柯市长请回答 因为过了一年了 过了一年 为什么会不一样 内容有什么不一样 你在画胡烂吗 就要请林野孟议员 等一下 等一下我的PowerPoint 市长好 因为我是大安文商议员 所以我想问一下南环段的问题 因为其实我知道说现在正在做规划 那我想知道说 因为目前我知道的内容是里面有五座的场站 其中三座都是有同步规划TOD的 那TOD的重要目标是改善人本的交通环境 我想市长你这是认同的吧 同意 好那目前就是要跟市长报告一下 我之前呢 其实有在会刊 那个就是在Y3的这个部分 Y3站 那那边其实是有一个公办都根 整块区域的公办都根 那我特别要跟市长说明一下 就是说 现在文山区木柵路 新隆路那一整块 包含整个捷运周边的 那里面其实公宅那部分 其实有很大一个问题 是有变电箱的问题 然后有电线杆需要地下化的问题 以及等等像是共通管线 管道是不是有可能一起整合的问题 因为其实在上次我在会刊的时候 发现一件问题是 我发现捷运工程做捷运工程的 然后外面周边的这些社区的环境是各做各的 完全没有在整合在那个捷运局的计划里面 后来是经过我会刊那条路之后 Y3的那一个站 会刊那条路之后 那捷运局才最后 好像后来折腾蛮久 我们弄了两个多小时 讨论两个多小时 他还最后答应说 哦我们应该其实应该把周边的那些管线 包含共通管道 然后包含 电线杆地下化 包含便电箱的规划要放置在哪里 这些应该都纳入整合 请问市长是不是同意这样子一个整合方向 那捷运县在做的时候 共同管纟线要一起规划 一次解决 同意你的方法idea是对的 太好了太好了 那如果市长竟然有这样子的一个认同的话 我相信捷运局是不是能够在规划的时候 包含Y1站Y2A 就是动物园站跟政大这边 是不是也能够秉持一样的方向 是我们会来配合整体考量 因为这是我们在地居民 觉得特别奇怪的地方 我相信是不能各做各的啦 要整个连社区一起整合可以吗 可以 连其他的站都可以 有TOD的部分好不好 是 好谢谢 那再来的话呢 我想问一下就是 呃刚刚 呃请这个捷运局请回 我想问一下就是在北流的这个部分 因为其实我呃 前几天就是有去厂刊嘛 那我们发现说 确实那个音响的部分 有很多议员提出他们的意见 那刚刚柯市长其实也有说到说 音响会购置 那我在报告上面也看到说 我们会花七千万来购置基础的 音响灯光音控等等的嘛 这个部分 所以是有确实会去办理嘛 对不对 是 好那这边特别要提醒市长一件事情 哦 这个也是业界提 直接给我的意见啦 就是说 音响 没有没有问题 比较没有问题 但是在灯框和音控的部分 它的态换率 平均是一到两年 就会态换一次 所以如果一个演出人员 他在要用一个比较新的系统的时候 当那个设备过于老旧的时候 就会出现问题 他没有办法使用 所以我这边要提醒一下 如果你要买那些设备的话 包含音响音控 如果之后你要去买的话 音控跟灯光 因为它一到两年 就会态换一次 所以这边会有一个预算问题 包含人员维修等等经费问题 那需要一个专业的咨询会议 去把这个事项 把纳入考量好不好 好没有问题 好谢谢 那以上就是我的咨询 谢谢 接下来请黄玉芬 市长不好意思 等一下我的那个简报 主要是想要针对社子导的部分 询问一下市长几件事情 因为市长刚刚有在说明 这个社子岛开发案的时候有说在不违法的范围内尽量给他方便 我相信这个市长说尽量给他方便应该是指尽量给目前我们社子岛原地的这个居民 援助户方便 是不是 好不过我觉得这句话有点模糊 但是前几天在我们民政委员会的时候 有听我们局长表示 市长有对我们社子岛的都市计划下了三个指示 分别是合理合法财务可行 请问对吗 对 好那接着我想要请问市长两件事 一个是在社子岛目前安置补偿认定规划里面 配售专案住宅的建户年限要在77年民国77年8月1日 之前不过在地的社子岛许多居民 还有包含我们的听证里面都提到说这个年限应该延到83年12月31日 为什么是民国83年12月31日呢 因为在我们市政府自己的这个关渡州美社子岛长期禁建地区本府规划开发前 违建战行查报作业原则里面 明确指出所谓的原建物就是民国83年12月31日之前 就在那里的建物 请问市长同意吗 同意我们现在台北市自己的这个查报作业原则吗 市长同意吗 查报作业跟拆迁补偿不一样 所以觉得这个原建物这个年限不合理就对了 社子岛为什么当时我也不太贊成说特别条例 因为我们太多个案子 你现在这个常常会要求比照公平就垮掉 所以这样原则上是尽量不要动法令 在行政命令上面可以给大家方便方便 不然你要是签一法动全身 我还是觉得不好 麻烦 那不过市长现在这个我们自己这个作业原则就是一个依据吗 我们台北市自己都发局之前定了这样子一个年限 他一定有所本啊 对不对 市长你应该同意这件事吧 所以我跟妳回答 查报跟 違建查报跟拆迁补偿不一定要适用同一个时间 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给原居民 在这个安置补偿的这个原则下 应该是因为如果我们增加年限到83年12月31日 会增加214户的居民有成购的这个安置的资格 我们是要让我们在地居民有一个合理的安置 市长我没有说年限要到今年 我们就到这个83年12月31日就好了 不过你看刚才王峰我也在讲 这个拆迁补偿这件事情 或者说配住就是说它会变暴利 所以老实讲这的确如果不是暴利的话 大家也不会那么一定要去分到一栋房子 市长我跟你说 现在问题就是社子岛长期境界之下 现在有一个都市计划 那大家当然会觉得有 都市计划不错 但是使用区段征收的方式 就是原本大家住在那里住好好的 现在因为要配合市政府的公共开发 所以他们就会没有地方住了 所以我们当然在这个安置的原则下 是不是应该合理安置 合理嘛 这个不是合理吗 要合法 所以市长你说原本这个作业原则 这个年限其实是不合法的年限吗 结论是这样 李德权复密会出来协调 好那再来 市长下一个问题 这个我快速问一下 另外在我们等待配售专案住宅期间的房租金 目前一个月是2万 但是就在旁边中美公共住宅 一个月租金其实就超过2万了 我们这个租金今天是不是应该可以提高 至少提高到这个旁边的中美公共住宅 一样租金水准吧 这十几年来 这个一个月2万的租金补贴 是民国99年订的 这十几年来的这个物价水准的调升 都没有被考虑进去耶 市长 我们最近 好时间到 徐毅庆議員 请 好 市长 针对市场的改建 要动用第二预备金 其实在地的市场的居民的反应 当然他是希望进步可以更快的 有效率的 所以在本期的立场一定是会全力的支持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市长 你知道我面临到的困难是什么 其实啊 你也知道我在中山万华有14个行动服务处 都在菜市场 每天民众来跟我讲 大家呢 看到民营党小英呢 让他们失望 国民党呢 就算是郭台铭 韩国瑜 再怎么厉害 他也不过是国民党的一个总统候选人 大家期待了 是一个全民的总统 全民的市长 有没有机会成为全民的总统 市长 你能认同全民市长 全民总统的概念吗 不过很难 其实要做全民 常常 不过还有一句话 也要跟议员共同 其实这样 当我们想要讨好所有的人的时候 下场最惨 所以有时候还是照你的意见做就好了 对 但是放言 现在目前台湾政坛就唯有 柯市长是最有机会成为全民总统的人 但是呢 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说 今天我每天在那边面对的选民 他们呢 他们呢 是直接 不是打到胡不出 直接因为我都面对面接触到选民 所以民众的反应的心声 就很直接 有人问 到底喔 我们市长要不要去选总统啊 其实都非常困扰我 那压力大到喔 特别是呢 昨天喔 日媒喔 报道之后啊 大家都在那边问啊 不要理他就好了 没有 我现在不是要市长说 要不要讲说 要不要选总统这件事喔 包括我 大家都知道 因为我之前喔 就是挺市长的嘛 我在市议会呢 用这个跟市长合照 也是唯一喔 全台北市议会喔 用五公尺大的这个看板喔 在市议会研究室这边 但是呢 我是希望 市长 你如果 第一时间 要选 或不选 你第一个时间 通知我 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吗 如果 要选 我全力以赴 中正万华 我已经帮你准备好了 要组织 要动员 我全力以赴 中正万华我负责 如果不要选 我要赶快 通知他们要解散啊 哈哈哈哈 市长 那你知道 我的电话吗 我查查看 应该有吧 没关系 有有有有有 我也帮你准备好了喔 有有有有 这里呢是我自制的喔 特制的 电话 我的电话喔 这个 卡片呢 是之前我用那个 选举的这个补助款喔 制作的感谢卡喔 上面有我的电话 这张卡呢 你呢 剪喔 也剪不破 摔也摔不烂 踩也踩不坏 这张卡呢 就送给市长 而且呢 我还帮你准备好了喔 这个链子喔 可以夹到这个上面喔 夹到上面喔 夹到上面之后呢 不是放到包包旁边喔 可以夹在那边 所以呢 特別喔 准备好给市长 第一时间 你决定要选总统 或不选总统 请给我一个答案 我一定全力的帮忙 好 如果不选 我要赶快通知他们 要解散 好不好 好 我现在送给您 谢谢 好 时间到 接下来请徐梭娃议员 市长 刚刚 徐梭娃议员给你很大的 精神鼓励嘛 对不对 你有沒有觉得 听得很开心 没有 我还是平常信的 那你有所有议员电话吗 好 原归正传 市长问你 北翼的工程 总预算从 我们103年53亿 后来呢 对增加的 在好市长任内了 多增加了 6亿 6亿 然后呢在你任内又增加了7亿 所以现在总预算是 67亿 对不对 对 那目前 预计你们上面写的 111年会完工 真的确定会完工吗 对 现在没问题 你现在肯定会完工 111年你会在议会吗 你会在市府吗 不 他确定会完工 确定在这边议场上保证 111年一定会完工是不是 其实我 其实按照目前的速度看起来应该 其实这个都已经 他们被我骂久了 现在都会写的 比较 比较安全的数字 不敢再乱写 所以以前又是碰轰 对 这个盖完 看起来没问题 那我问你 那目前 目前我们预估 要跟 因为我们又追加了7亿嘛 这些钱不是这样的 白白就追加就好了 那我们现在预估 要跟李晨 要求球场的金额是多少 这个 6亿2千万 多少 6亿2千多万 6亿2千多万 对 你的报告上面写说 损害球场部分 以维持市府的权益 然后呢 衍生与 关联厂商 以及下包厂商的訴訟案 就有丰富来做同酬处理 但是呢 这个6亿多 你确定是最后Daylight的数字吗 有没有可能再增加 球场金额 有可能 不过厂商已经倒闭了 你也没办法 对 现在的问题在这里 请问一下 这个6亿的球场 我们有办法球场的到吗 拿不到 那拿不到的话 那这些钱是不是 用全台北市民来买单了 对 对 那其实不止只有这个6亿喔 你光那个表演运数的团体 你跟他签了约 而且本来跟一个国际的团体签的约 说还要 开幕式要使用 结果呢 开幕式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开幕 结果呢 我们去年因为 要因应他们的要求 不能话要告我们市府 所以呢 他们 我们提早让他在艺术节去演出了 我们烧了一千万出去 对 那未来的开幕式 是不是又要在边前了 对 所以我们要增加的成本 不只是只有6亿喔 对 那些钱拿不还 那我们要怎么处理呢 就这样子就好了吗 市长 这厂商也倒闭了 不过是这样 法律上我们还是要求场 这个烂摊子怎么弄 法律上你觉得有办法求场到吗 没办法 那我问你 他为什么倒闭 媒体已经都写得很清楚 一个S型的玻璃片 每片要28万 总共要38亿的预算 的金额去做这个 去做这些玻璃 光这个东西就把厂商搞倒了 那我们有没有要求 调查 我当时为什么绑标 当时为什么规格是这样做的 为什么导致这样的情形 产生 我们有没有去做调查 有没有去查 这个是这样啊 那个 谁在绑标 文化时我都骂过了 不是骂 你有没有去调查 问题是这是府内同意的 就是说 你有没有去调查 当时规格为什么这样做 为什么绑标 为什么绑标 你有没有调查 所以市长 你应该回来做这件事情吧 如果不公不义的事情 你应该揭发吧 这要对台北市民有个交代 北义的规格都太奇怪了 那你为什么没调查呢 你不是有廉政委员会 你不是可以有 叫政风调查 你为什么不去给检调呢 甚至你给监察院 为什么不做 他是大员 大员跟欧马设计 他们可以提出他们设计 问题是我们的公务员同意 那你要不要启动调查 公务员有没有内存通外轨啊 好 时间到 请高嘉宇议员 市长 捷运东环段对于解决内湖塞车问题非常重要 那请问一下现在市府预估最快什么时候可以动工 最快 前提都是要等行政院核定 什么时候可以动工最快 要等行政院核定以后我们 所以你们预估什么时候可以动工 完成设计就可以动工 大概什么时候 你们有一个实陈表吧 目标是什么时候 因为现在就是可行研究核定还要办综合国家跟还品 市长去年我问过这个问题 当时市府告诉我们说最快2021年可以动工 但是在这个报告里面目前对于核实动工完全资质未提 去年的承诺有言在耳 还告诉我们说十年内可以完工 所以我们内湖人都在等 还记得去年 我问市长说如果市长你去选总统的话 那2021年能不能如期动工 当时在您身旁的副市长林青龙 还抢答说会更快 没想到他比你先走一步 市长 市长 你现在还在这里 你必须要告诉我 虽然林青龙走了 但是你至少 你至少可以承诺说 你当时的承诺2021年会动工 会更快 这个不是话大笔 这个承诺还在 还有效力 我看一般是核定后两年内开工 对啊 所以呢 所以呢 为什么去年可以跟我们挂包紧 说2021年动工 今年却没有办法 不敢承诺 不敢挂包紧 问题出在哪里 要是交通部跟行政院審议的时程 那为什么去年可以挂包紧 去年告诉我们说2021年可以动工 而且副市长还说会更快 说市长如果你去选总统会更快 所以市长你是为了这样才去选总统吗 不会啦 不会啦 我想要认了 这是台北市很重大的工程 我们会跟交通部 市长为什么我们这么期待 因为我们很怕说指纹楼梯想 戏指名声线已经喊了十几年了 到现在还是依然空中楼阁 而到目前为止有一点点眉目了 但是问题是何时要动工 这也是大家都在问的 到现在何时要动工 这个问题每个人都在问 每年都在问 可是市府都一直没有办法给我们答案 问题出在哪里 对于台北市这么重要的交通建设 您心中所想的蓝图 东环南北环整个是一个 类似三手线一车到底的规划 什么时候可以落实 什么时候可以动工 好啦我们其实也把这个 当作第右线再处理 不过好吧 那我们到行政院再加速 所以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啊 我们想要知道说 去年承诺2021年可以动工 然后我们保证十年内可以完工 大家都期待这条线能够赶快来做 为什么到现在 市长跟局长都没有办法 给我们一个确切的承诺 是卡在哪里 问题出在哪里 是因为中央对这个有意见吗 那不会 中央大家 这个目前大家都有 基本上方向大家都有认同 这个案子大家都有共识 那所以2021年之前能不能动工 目标啦 目标 我们现在努力要在2021年前要争取行政院核定 那汐止民生县呢 你现在只是2021年争取核定而已吗 2021年是跟我们承诺动工 而且去年说会更快 然后再报复 今年才要做 这样好啦 其实我们捷运县 现在每三个月会进来 进度报告 我们把这个在 时程再check一遍 我想可以加速的 市长希望如果你去选总统之前 能够就这个部分 能够给我们一个具体的承诺 好不好 到底什么时候以前会动工 还有汐止民生县 捷运东环段 这两个真的非常重要 对内补交易 好 时间到 接下来请钟佩玲议员 谢议长 市长好 市长在这边 你好 市长我们还是想来讨论一下社子岛的问题 刚刚您在专案报告当中 说社子岛的开发案是要勇敢的冲过去 市长谢谢您的魄力 但是也希望您的魄力是不要建筑在社子岛居民的委屈上面 上个月听证会已经办了 意见书也收了 社子岛居民的意见也统整了 报告也出来了 那绝对符合您八十二十的比例 在这边就想请教一下市长 对于民众最关注的放宽配售条件 您能答应吗 市长其实我们是想要您的态度 没有 我也讲过嘛 法律不要动 在行政命令上我们可以帮忙的 尽量帮忙 那就想请教市长 七七八一大家希望变成83年12月31号 这有违法制律吗 可以改变吗 这个我们在评估 还在评估什么时候会有答案 对 我们希望月底就是这个月月底 好那月底就等市长这边的答案 另外很多岛民都在意 独立的厕所厨房出入口这个部分 是不是也能够今天给个答案 能够放宽吗 这个我们也会并案评估 因为这个都相关 这个配售这个专案住宅 涉及的这个相关的条件跟配套 我们会一起讨论 谢谢 其实刚刚听到市长说 试出善意 这件事情要勇敢的冲过去 其实我们都非常的感谢 但是希望市长能够想一想 我们是拆社子岛居民的房子 他们要买回来 如果说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我们认为他们有暴力 又这样的前提去想他们 我想真的是很伤他们的心 好除了这个居住的问题之外 我们也想要知道 社子岛内的工厂应该何去何从 因为上个礼拜我们办了一个考察 我们发现产业局的调查 说目前有两百多家营运的工厂 但其实根据这个里长的了解 不止这个数字大概有三百多家 那大部分是传统产业 民众是有中继住宅可以安置 那请问一下工厂有没有中继厂房 这个部分我们请产业局会在全面的调查 就是它当然这个中继厂房 跟这个现有这个产业的经营人 跟我们的这个从业同仁他们的意见 我只想说产业局的调查是一百零四年的调查 现在已经一百零八年了 这四年包括里面工厂的数字 我们都没有去更新 甚至我们到现场去考察的时候 还有人说他们没有收到问卷 我想市府的效率应该不是这么差吧 如果说今天市长您认为说这件事情是要勇敢的冲过去 那为什么在工厂在中继厂房的部分 我们还要等还要再调查还要再评估 我们会再去做调查 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时间 因为我们是配合整个配地的进度 所以原则上我们预算是编命年 好那中继厂房的部分 目前为止是没有任何方案了 如果按照这样子说法 有啊 那个整个产业园区本来就有预留 未来可以它进入的部分 哦 我说的是中继的部分 不是未来的部分 没有它不需要中继啊 因为产业运营开发直接搬过去就是啊 那在开发的这一段期间 你知道这些厂房何去何从 不是啊 他直接搬过去 目前没有动到啊 我想你们真的应该要好好去社子岛里面 问问那些工厂的老板们 问问那些工厂的工人们 他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而不是你们在办公室里面想到的是什么 我认为社子岛开发不是应该要赶走社子岛居民 赶走社子岛的工厂 这是不对的 社子岛开发绝对不是要让社子岛灭村 所以基于这样子的考量 希望市长再一个 那请林亮晶议员 市长 我这边是想要请问一下 市长在接下来任内 就是说在接下来三年 在台北市交通规划的蓝图 那为什么会想要问这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可以知道说 其实当然目前在台北市 是我们包含環状县 东环南环北环 还有民生系纸县 其实接下来也都即将开始来建设了 那但是呢除了硬体之外 其实还有非常多软体的事情 可以来一起做配合 那我想喔 就是说1280月票 这个事情其实到今年大概是一周年了嘛 那么当然在交通委员会的时候 各个交通局这边也有提出相关的报告 那实际上呢 就是说私人运据转成大众运输工具 老实说我们在听到的报告里面 实际上增加捷运的运量 成长大概是3.4% 那但是呢 就是说题面也提到喔 就是说1280月票的这个使用者里面 到底有哪有多少人 是因为这样子的月票政策 从私人运据而改成大众运输工具 市长摇头的意思是 不多 不多嘛对不对 大概数字喔 因为好像这个局处有相关的民调 大概就是3%到4% 非常比例非常低 那所以刚刚市长你也摇头了嘛 所以就是说 我们到底1280月票这个政策 实际上有没有达到我们当时 所想要的政策目标 这是第一个 我先把问题问完喔 那么包含1280月票 其实在这个部分 市府就支出了近5亿多元 呃的预算 那所以呢 这就是我的问题 接下来如何提升 就是大众运输工具的使用 然后以及1280的月票要不要继续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么接下来我要讲的是 目前在台北市 有非常多的交通政策 也包含停管处 接下来 针对机车四阶段的收费 还有是呃 台北市在推的这个共享议具 包含Ubike啊 然后或者是WIMO 然后共享汽车等等的 这些呃这些政策 那我想知道说 这么多的政策 听起来好像有点像 呃捷运的归捷运 然后停车的归停车 彼此之间是没有一个呃相互的整合 那所以我非常想要知道说 市长在接下来的呃三年的任内 在台北市的交通政策上面 你想要达到哪些目标具体的 譬如说数字 譬如说刚刚所提到的市长你也摇头嘛 呃这个月票政策 有没有实际上让市民 从他们本来的私人呃运具 转成大众运输工具 所以我想要听到市长 你在交通政策上面 一个非常具体的数字 以及期程规划 那目标是那个公共运数 要达到70% 其实我跟你讲 1280还是要推 为什么呢 1280推的 要收停车费才有道德的正当性 所以市长我们那个1280 补贴的钱从停车费收回来就差不多了 从停车费收回来 那但是这还是会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如果说我们1280老师说 老师说就是也到了一个饱和的程度了啦 市长你刚刚也知道嘛 到底这个月票的吸引力 有没有让市民愿意放弃私人运具啊 如果他们有放弃私人运具 那我们停车费可以增加呢 其实慢慢还是有 1280是整个交通计划的基础 因为你要 政治上要欧美学费的 要先给后拿 所以我们有1280的时候 停车场要收费 就有道德正当性 所以我们事实上 停车格是一直在划 那所以 好现在不讲1280月票 是一个大的 海北市的交通政策来 你想要达到什么样子的目标 公共运输70% 公共运输70% 所以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我刚讲到的就是软硬体的整合 实际上的规划是什么 要不然捷运的 捷运的政策归捷运政策啊 这个我们 我们都有定期待报告 这个交通计划是一包在处理的 邱威爷爷議員 市长你好 就是目前台北市很多市场在改建之后 那个摊位的租金通常一定会提高 不过这也是非常合理啊 因为毕竟这个设备变好了嘛 所以 要求多一点的费用 也是蛮合理的 那有时候呢 市场改建之后呢 也会 也会变更它原来既有的一些规划 或者是风格 导致不管是租金 或者是这个 改建后的一个 这个设计的因素 会导致原有的摊贩 不愿意进驻 甚至于 变成集中在这个市场 周遭的一个区域的一个情况 那面对像这样的可能性 你们有做了什么样的准备 以及预期的一个对策 这边大概跟你说 您大概做个报告 就是说整个市场改建完了以后 怎么样 基本上是原则上是不同意 这些摊商还在外面预营业的 因为这样的话呢 怎么样 我市政府花了好几百亿的钱 然后他又在外面营业 这样子其实 那如何解决 比如说因为租金过高 或者是像局里讲 市领市场 那个时候改建完之后 其实因为租金提高了蛮多的 所以有一些摊商 其实就不愿意进驻了 像这样的问题 有没有什么预期的对策 或解决的方法 这边再去做个说明 就是说从这个10 应该是107年的时候 怎么样 针对租金的这个部分 我们已经有做了一个修法了 也就是说呢 这个呢 等一下 租金的一个上涨 如果是超过百分之二十的话 我们最多是以百分之二十 怎么样 作为一个上限 你们认为百分之二十 就可以 就不会造成就是阻碍 这个现有摊商 然后不愿意进驻 甚至进而破坏 原有这个传统市场文化的一个现象 不过你就说 就是说这个租金有上涨 但是你一直用 所谓的一个 动涨的这种方式 其实对于整个的一个 社长的应用 也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说在去年107年的时候 已经有修过一个法 也就是说呢 整个怎么样 租金上涨的这个部分 是一百分之二十为限 然后分四年 也就是说每一年最多大概是 好 了解 那如果在那个市场 这个改建之后 呃 除了这个现代化 或者是让它更加的明亮 卫生之外 你们有没有针对特色 或者是主题性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规划 想办法去带动这个传统市场 他除了服务当地的居民之外 甚至增加观光的一些效益 有相关的一些规划吗 带动观光喔 就是说如果带动观光的话 其实现在说实在话 可能就是说比较有这种观光效益 应该是属于南门市场 比如说大龙的话 你说要带动观光效益 那没有 局域来讲好的 像南门市场有很多 传统性的市场 你要带动观光 其实是还需要做更进一步的一个 以我去欧洲观光的时候 其实很多传统市场改建之后 其实都有观光的一些价值 比如说南门市场 它有很多知名的熟食摊 很多当地居民 或台北市居民 都是直接去那边买了熟食摊 回家 回家食用 可是在很多欧洲的这个传统市场 它都会都会设置这种历史区 所以它可以 如果是外国的观光客 或者是外地外县市的人过来玩的话 它可以在那边买了熟食以后 就在那边立食 然后呢直接在旁边吃完 所以其实它也比较便于 外地来的这个观光客 像这样的一些规划 有没有都考虑在内 这个部分呢 后续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思考 好 OK 谢谢 那我另外再最后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对不起 现在不是市场的问题 就是说台北市目前有很多的 这个重大工程 其实最后都是采取 简像发包的方式才完成嘛 那简像发包之后 就牵涉到很多不同的营建商 那在这个 我们多久会开一次协调会 那我在新建过程 和新建完成之后的维护啊 然后呢 营运啊 我们是 我们会有什么方式去整合 这些不同 这个营运公司的 这个 这个他们的一些协调 这个问 这个很难回答 很难回答 简像发包以后 如果产生 基本上 我也觉得工程 界面要越少越好 了解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这个市长常常讲到RCA嘛 那我觉得我们 柯文哲这个市府 在过去这四年里面 我觉得在一些 某些比较小型的一些案件上 执行的效率非常的惊人 可是重大工程 几乎全部都有延宕的一个情况 那 呃 我们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那到底你们会觉得这背后 譬如说局来讲 像北溢北流 如果说是 可能上上一个任期的话 可能是 有上一次 好 司机长 请李金昌議員 那里 市长你别会 那里市长 我相信你刚才说 垃圾不分难力这句话 我不知道这个情境背景 是怎么说垃圾不分难力 你也说 新潮流是国家的祸害 我不知道在什么情境底下 或是你有什么 按心中有什么紫色 去讲出这两个语言 我相信你不会否认 这是出自你的这个嘴巴 我意思是说 不要在外面 你民主 嘴巴你要贏 嘴巴你要贏 你要去议会 你也要贏 老实说 你今天看 总统三十几个议员 这个全南报告 三十五个议员 这么认真 要来给你做審讨 而且都是 针对市政議題 更多 我想台北市议会 是上海有理性 上海有追准 你怎么走走看 这个新闻 在台北市议会 这些议员 的追准 应该是全国 国议会 上乘的 市政你有同意吗 同意 好 我上禮拜拜三在这里 修宣发言 我说你二十七月以美金 你不应该用董事 就要办理 我也跟你丹市长说 丹市长有来思维 要问我的意见 我说你最好是 把他投赛 用追加减医生 而且 因为我们还有五百岁的废旗 保证 一种重大的建设 没有一个东台的议员 会去做动这种医生 结果 像你来我们董团报告 你在我们董团里面 还没有报告说 要用追加减医生 是怎样 今天这个保重资料里面 你会改变这个角色用追加减医生 来处理这个案 昨天下午回去 我们一直在 其实我报告 这个最后政策决定是 邓家居副市长负责 所以一直在穿梭 跟所有议员在联络 过来周薇佑也跟我讲说不要用 我就想到 連周薇佑都这样讲 那算了 周薇佑说什么 他说不要用追加 不用二倍金 是啊 因为我们苏底下有一个共识 我们不是不理性的议员 你说 你说台北市社会公材也好 你说这些重大交通建設也好 你说这些市政改建也好 請問市政 过去几年 民政党的这个议员 或是议会这个议员 百二一北高跟 这个市政的推动 让你落后 我相信台北市议会 应该是就事论事很有取准 所以我说你这个角色是对的 因为你不要跟议会去完结 而且我认为说用当好的时候 在高约的议会去美金里面 你当两千万 这是知识 有够大的 你就 厚会去的 在你落后 八的时候 有可能议会才通过 给你五眼 如果你如果你要这样用 所以 我是很感谢 你可以听台北市议会的意见 要处理这些议会 那个时间暂停一下 我请文化局长 跟那个公务局长 市政那一天我们交易委员会 跟公务委员会的议员 到我们北流南北两个基地去考察 我有给文化局长跟公务局长说 那个交通局长也要注意听一下 我说在 南港站跟坤梁站 所有的周边的交通标志的紫色 现在就应该做 做检讨 包括现在的基地要做检讨 这些东西 有百年的时间 一年的时间 让你们这些环境的中备 以外的空间 做社会的文化 做活力的文化 让这些社会者 后来就像 一起和捷衍的一样 大家尊手这个规矩 李治景里长 南港里的李治景里长 希望 我们市政府 能够邀请 我们南港里周边的里长 就像我们议员去考察一样 给他们做一次详细的简报 因为 对 那个交通 请黄珊珊议员 市长 那个文化局长 请留步 市长 局长因为我们北流即将要落成 而且接下来 因为有很多音乐界的朋友 他们也都针对北流里面的设备 有一些意见 在这边我要问一下 目前为止大型的部分是没有安装所谓的音响设备 对吧 灯光音响目前在背标 所以LIFE HOUSE也不装吗 LIFE HOUSE是隔音震动设备有 但是里面灯光设备是希望是招标的时候 招商的时候有招商才能设置 会造成说我们将来育成的这些所谓的新兴的乐团 他们可能在还没有成名之前 他们的能力是有限的 这一点火小文化局可能要多听听他们的意见 好吧 第二个就是上次市长去记者问了一句话 因为我们这边有很多音乐界的朋友 有一些反应 这个反应是想问一下 小巨蛋不能跳三天三夜 所以市长那天回答说可以在北流跳两场 可是对阿妹 阿妹来说其实他们一直很耿耿于怀 有两件事情 我念一下他们的简讯 台北市政府搞得阿妹好像是个公害 很不公平 我们提了不唱三天三夜升级小巨蛋也不行 在小巨蛋当别人的嘉宾也要一直被关切 这件事情我还是要回到 小巨蛋不能跳三天三夜 到底是阿妹的问题还是小巨蛋的问题 还是当时设计的问题 市长 其实后来一直查不出为什么 因为小巨蛋就不是设计给音乐会的嘛 运动场馆 他是运动场馆嘛 所以我们的问题是 所以他们认为说 其实是阿妹找出来这个问题 我们要还给他一个公道 市长对吧 对 这样你才有机会请他来跳两场 如果你们今天说我们小巨蛋不能跳三天三夜 是我们台北市小巨蛋当时设计是运动场馆 不是做音乐会的需求 所以没有设计想到这些所谓耐震的问题 还有周边居民的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我们当时设计规划的问题 并不是哪一个艺人的问题 对吧 对 好啦你今天澄清完我才有机会帮你联络看看 能不能当你的那个北流跳两场 好不好 我觉得这个要给人家一个公道啦 好 这件事情小巨蛋本来当时设计的时候 他就是个运动场馆 他是因为运动我们的运动量没有那么大 所以他才开放让这些相关的设施 而且他成为台北唯一一个超过一万人的场馆 那只有这么大型的表演才会有这么多的人 那这么热切的流行音乐 他才会有这么多激动的听众 并不是哪个艺人故意来这边制造问题 对吧 对 好啦 所以北流很重要 局长 多听听业界的声音 不要造成市府跟业界的误会好不好 没问题 好 第二个就是市长 我们还是很关心民生细致 这样看起来民生细致 还会拖很久呢 那你要怎么办呢 我只剩16秒 我还是主张樊撞右线的 所有力量全部调到樊撞去 好啦 15年能不能做到 做不到 不晓得 那时候我们都很老了 拜托一下尽力而为 好 好 接下来请王浩议员 市长 在议事厅里听你讲话 有的时候会喷饭 我刚刚走这条路 上主席台代替议长做主席台的时候 听到你讲 我是教授啊 教授怎样 教授在现今的社会当中 我也在大学教书 是个屁 因为你活在象牙塔里头 可是呢 我今天却要跟你拍拍手 你慢慢回到人间了 你知道为什么 你肯把 动用2.75亿的二倍撤回 改寻正常预算 这就表示 你已经开始慢慢了解 什么是政府 什么是制度 这点我要给你夸奖 但你不要觉得 我的夸奖都是好事 因为跨境后面长得都会有更多的要求 我选区之内有两个地方 我在当老百姓的时候 我看你的座位 我是给你拍手的 第一件事情 大龙市场 从马英九时代开始到好龙兵 揪揪揪揪狗狗笛 不肯拆 你把他拆了 我是给你拍手的 斯文整宅三期 我当议员的第一届 我就把地下室 财政局的术室跟市场清完了 就告个马英九 这里是最好处理的 我等了16年没有动 便宜给你捡走了 因为你改 也是可能是因为你 校售的向阿塔的骄傲 可是今天还有几件事 我必须要告诉你 你的骄傲还要改 第一件事情 这里的人不是你的仇人 议员不是你的仇人 是你的盟友监督你的盲点 对不对 对 第二个 楼上这些人也不是你的仇人 他们一起监督你我的盲点 对不对 对 那你就告诉我 混蛋的陈志明该不该骂 不过他该回答还是要回答 叫他站起来道歉 叫他站起来道歉 时间暂停 局用道歉 站起来道歉 有错才要道歉 站起来道歉 不是啊 有错才要道歉 他没有错 这个这个 我的质询他不敢讲错 他就讲记者 狮子挑软的吃 这种官员 站住不要动 我们叫你上台 这是议会 不是市政府 这种官员 只有两个字形容 无耻 不会 来我们看看PPT 你今天最大的问题 我告诉你 我在上次你做 实证报告的时候 时间太短了 这通通都是你的优点 反应快 口才好 意见多 性质极 标准高 个性强 还有一个是最麻烦的事情 你居上位 这个在任何企业馆里头 我上次讲过 只要出现了两个 你就不是一个好的领导者 因为你嗡嗡嗡 只听得到自己的声音 我现在给你举三个局处 第一件事情就是财政局 我那天讲调度的 调度资金的问题 他有副局长在墙上 他也有捷运局局长在墙上 你大可以利用时间说明白 不需要 不需要 抬下去搞这种小动作 这是第一个 我觉得财政局 局长不来 来的副局长也失职 那个检业局的局长也失职 第二件事情 主局处长更是个混蛋 今天如果2.75亿可以撤回 他当初今天要告诉你 这样的动资 中到一回来就有风险 这种墙调 脱出地产的都不用收拾 你不用回答 我最后给你回答 最后一个 市北科 市长 为什么我们现在 我们的声障团体进不去 你知道吗 在我们的兴建期间 社会局没有去做过一场说明会 台北市的市民是有爱心的 台北市民是有爱心的 社会局在大安森林公园对面 台大对面要成立一个小助手 七楼的三楼 有房客反对 屋主处来说了一句话 谁反对谁走 他一定要进来 这就是台北市民 结果竟然我们市北科进不去 是因为你偷鸡摸口没有做 所以说我告诉你 我刚刚点到的三个局处 总之巡我们走着瞧 我还有案子呢我告诉你 尤其是主局处 混蛋到几点 社会局也差不多 好谢谢 接下来潘怀中议员 请潘怀中 市长好 那个去年啊 这个到市政五区便当会 我们谈了有关北投区的这个建设 因为长期以来十二个行政区 北投区的建设是比较少的 那后来呢就是林青蓉副市长提出了一个叫做 北投之星X计划 你的建议 谢谢市长就是我们很感谢你 那你后来提了这个计划之后呢 我们北投的居民也相对回馈你了 我记得你在市长选举里面 北投区好像是赢嘛 对 北投区是赢 事实上我知道 当时他们在讨论的时候呢 我就知道你会赢 因为你提这个计划他们非常喜欢 那我今天也拜托你做了这个北投市场的报告呢 目前是110年要进行整修 那我希望能够如期完成 我也盯着这个进度 但是对于这个北投资星X计划来讲 他不是只有北投市场的改建 那我想请教市长就是说 在这一个北投资星X计划里面 你们现在有没有专人在督导这个进度 有 彭正胜 谁 彭正胜 彭富 那在这个地方啊我是希望彭富你要加强 加强督导 那也希望你这个回去之后呢 是不是也给我一个简单的书面报告 就是说在X计划这个部分 我们现在是进行到什么情况 有 好不好 拜托一下 因为你今天是只有讲到北投市场的计划 那我自己也在北投市场计划里面琢磨很多 前几天还跟自治会会长还有进行沟通 也都知道你们市场新处长啊 这个也很认真 我都很支持 那就是其他的X计划 请你们给我一个书面好不好 谢谢你啊 另外有关这个北投影视产业园区 我也很谢谢市长讲话非常直接啊 因为你是一个医师科学家 我是一个医学科学家 我们中间只插了一个字啊 你是师我是学啊 但是我们科学家基本上来讲 就是喜欢讲简单的数据啊 我觉得你这一次给我的报告 我相对来讲非常的满意 就是说你在招标多次流标之后 你要提出相对应的东西出来嘛 那你这一次提出的 我看到的就是有关 叫做权力金折抵的部分 也就是在历史建物的时间 你有给予补偿 在权力金的部分呢 也给予折抵 所以这就是一个诱因 那这个诱因呢 我并不知道 在未来的108年6月的 第二次公开招商 有没有办法有人进来投标 这个我不知道 市长我不知道 但是你的诱因已经拿出来了 只是说这个诱因够不够大 我说那对不对 够不够大 那原因我去详细了解过 也就是说全台湾 目前要发展影视音专区的地方 不止只有台北市 你刚刚也特别提到像台中市 甚至以前 连那个赖清德也提过 台南市他也要跟进 那但是目前跟我们最竞争的是台中市 那台中市因为相对应的来讲 他土地取得便宜 那他的这个地又比我们大 全力金也比我们低 投资资本额也比我们低 所以在诱因的部分来讲 我们台北市的诱因是比较低的 也就是说呢 我本来的想法是说呢 我们台北市可能要再增加诱因 才有办法吸引他们进来 否则的话呢 你多次流标以后呢 我甚至有看到你们有讲说 要改变原来的设计或用途 这一点我就很紧张了 因为你如果整个 因为多次流标 改变他原来的意图 对我来讲影响很大 对整个北投区影响很大 所以我是特别建议市长 就是说这一次诱因如果不足 下次要更加增加诱因 市长 可不可以 市长 就在我上次跟您便当会之后 还有昨天你在我们民进党党团里面 讲到有关于市长的态度就是 能前进就要前进嘛 能前进就要前进 那如果我这次不做的话 下次可能就没有机会了 那我们就让他过去这样子 那在市长讲的就是 一定要让他过去之前 其实有很多的 像色子岛的历史脉络 我相信市长应该也很清楚了 那在你主张的就让他过去之前 我相信有很多的细节 都是我们现在在讨论 也是要提醒市长绝对该重视的问题 那刚才你在报告里面有讲到说 符合条件就让他先过 那不符合条件的少数 我们慢慢再讨论 可是我要跟市长讲的 你说的不符合条件的少数 这些不符合标准 这些不符合标准条件的这些少数 绝对不是少数 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居民 至少有三千个人 色子岛的一万一千多人 四千多户一万一千多的居民 至少有三千多人是你口中讲的这些少数 这些绝对不是少数 我要提醒市长 然后再来就是工厂的部分 我们在安置计划里面 对于工厂的讨论 其实非常的少 我要提醒市长 工厂的部分 色子岛大概有三百多家工厂 那这三百多家工厂里面 关乎到的可能是上千多人的家庭生计 所以在工厂的部分 我希望在开发之前 绝对还要再做一些详尽的讨论 可以吗 市长 可以 好 再来 我还是要再为我们市岛居民做请命 我相信刚才也有很多议员 还有过去这几年 我们一直在讲 就是这个配仇资格的年限的部分 我还是要拜托市长 可以把这个年限放宽到83年 当然市长一直在强调说 要在合法的状况下进行 那我跟市长稍微提醒 稍微讲一下 过去色子岛是在五十九年被禁建 然后为什么我们一直要提说 要放宽这个年限到83年底 在民国七十几年 大概八十年左右 色子岛从五十九年被禁建到八十年 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 那过去我们那个地方 大概都是古早储古储 那从禁建到八十年那个范围 大概也二十来年了 房子也都年久失修的状况下 那八十年那个时候 起定应该至少就是 大概是我长辈那个年代 你应该知道八十年那个时候 台湾经济比较好嘛 所以很多人都会在大部分 不能说大部分 应该很多色子岛居民 在那个时间做修缮的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才会一直要求说 这个年限能够放宽到八十三年底 才能够真的照顾到更多更多的人 才能够真的让更多更多人 是真的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住 那再来我要讲就是 不好意思时间的问题 陈珠的部分啊 市长一直在讲 三加三加三加三 十二年嘛 我要说这绝对不是恩惠 如果要照市长讲的 人人安置户户安置 十二年绝对不是恩惠 我希望未来市府 市长这边可以去做讨论 把这个年限放宽到 甚至是我们希望甚至是没有年限 让这些老人可以到 怎样 很快就要吗 不是 好 看看有几个 个案再来处理 个案再来处理 这不是个案喔 市长这绝对不是个案 然后 对不起 我最后要再讲就是 取消六年的移转限制 我们绝对有处置自己财产的权利 你凭什么限制我们这么多 管这么多 然后我要再跟市长讲一下 因为我剩十秒 我刚讲到的这个配售专住宅资格 我觉得有一点很离谱 就是你的图开给我的资料 只有214户 从7781 呃 77 好时间到 用书面报告 接下来请苗波亚议员 市长好 本来准备的是这个市政工程建设的问题 不过刚才在咨询的时候有一段 我听起来觉得蛮困惑的 不得已啊 现在要先问 在张诗刚跟中沛军议员发言的时候 他们两位有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行李自评在中共眼中你是几分 那我在现场听到你的回答 你好像是说是五十几分啦 不及格但可以补考 那后来中沛军议员又问你说 你觉得蔡总统是几分喔 你比较谨慎没有回答 但是你有说不要死当就好 对不对 这是我刚刚听到的 是不是跟你印象符合 对 身为一个议员 我想在这里我要非常严正的提醒市长 以后千万不能够再掉入这样子的陷阱 我们台湾人民选的总统跟市长 什么时候轮得到 让中共来评分 什么时候轮得到 民选的市长 在议会这样子正式严肃的殿堂 竟然回答议员的问题说 请问你觉得 在中共的眼中你有几分 我觉得 这样子的一个陷阱 未来市长 是不应该再踏入的 因为中共是用几千个飞弹对准台湾 派军机跟军舰来绕台 而且从不放弃武力犯台的敌国 两岸关系在这样的现况之下 应该是只有以台湾人民的意志为依规啊 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用中共的视角来评分 更不用说首都市长在议会正式被询的时候竟然顺着议员的逻辑 去用中共的视角来为自己的两岸政策评分 而且还说出总统的话不要死当就很好了 因为您是市长 首都市长在议会的发言是动见观瞻 不是我们私底下在打屁聊天开玩笑 政治也是一种专业 你是有企图心要选总统的人 所以你要精进自己的专业 如果我是你的幕僚的话 我想我会告诉你 以后遇到这种问题 你应该回答 两岸关系 只有台湾人有资格为总统打分数 而且首都市长做事 不需要看中共的脸色 我想这是一个首都市长 要争取总统大会的首都市长 应该要我的格局 那我是台湾人民选的议员 所以基于我的职责 刚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我还是必须要严正的提醒你 以后不要再调到中共的新战陷阱里面去 因为你有讲嘛 上兵发谋 不要自己被上兵发谋的还不知道 那我也期许你在未来从政生涯 不管做什么职位 都能够谨记这件事情 时间暂停 我们请市场处长 好不好一起 不好意思 因为时间所剩不多 可能无法给两位太多时间回应 所以请两位简短回答就好 针对成功市场工程的重大问题 刚才市长报告有提到 这个月就要绝标了 是不是代表我们成功市场 其实连细部设计都已经完成了 对 所以在程序上还有没有任何改变设计 变更方案的可能性 原则上应该是没有 原则上没有 好 那我请问一下 两位知不知道 现在成功市场的摊商 对于现行的方案是赞成还是反对 不喜欢 不喜欢是不是 我为了要厘清这个问题 我自己跟我的团队到成功市场去做民调 做了150个摊商的民调问卷 出来的结果 我这里跟市长分享一下资讯 百分之九十八反对 其中百分之八十二点九是非常反对 赞成的人只有百分之二 而且没有人是非常赞成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警讯 刚市长有讲市场的改建 软体比硬体更难 所以这个沟通确实是有问题 那我之后在总咨询的时候 也会再一次的追这个问题 好不好 150份摊商的问卷 这是民意啊 请市政府不要把这个市场改建 当心整 市场的改建 是非常反对的 好 事情到 谢谢 林氏中议员 请 指定 北投影视营园区 是不是可以如期开放 这影响我们北投未来的反应 但是我看你现在 舊生 産生很大的问题 但是我看你的报告里面 如果能够如期开发进资 那开发全力竞得1亿 营运全力竞得5.9亿 支付收入 要你北投投资 可以有2千的工作机会 在这里 每年有23亿的产值 重点 是有15亿的商机 流亡北投 但是我现在看你舊生 只发生停顿问题 还是发生什么事情 在商言商 就是说这个大家也是会算的 这个到底厂商能不能赚钱 所以一个地方的建设要发展 所以你就要算得好 算得真 是不是叫你的团队好好去推敲 处理好事 这样开发的成功 市府有收入 地方才会反应 这样好吗 好 市長 现在要选总统的人 都流行发口 现在我们北投影视院 营运区都没有厂商来进租 现在 就这个机会 我们要做招商 你现在把这些局所丢一下 我们来发台北法座 北投好地方 探级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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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度还相当高 很多人听你的 因为 我认为 你讲的 公开 透明 公正 清廉 大家听下去 确实我们看到是如此 尤其 清廉 两个字 大家对你 要更有信心 所以 你的资计度 要更高 但是 清廉 不能够在家 你在市政报告的时候 我给你称告 你的团队里面 局处长 还是 你的四大公司的 领导 有因为 毁审 贪污 去用企业 你跟我说 没有 那如果有 你要处理 现在 你看 这张 是你们正宏厨 给我的公文 里面 明明 審出 你的 四大公司里面 你的 偷人 是因为 毁审 去用 主动 检调 提起 公诉 又起訴 一张 如果 如果 一人 利用 匯审的方式 来达到他的目的 這樣 你的团队 英人 公平 正义 就有 這樣 一张 如果 我给你提出 这个问题 你如果 不结局 策判 你 在这 如果 有人 用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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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 人 人 人 的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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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不做?蓋財力 大家都在看 看你是一個家做家當 說得到、做得到 還是這樣 還是說得到、做不得到的市長 科研你 真正清涼 敢不敢有所作為 市長 好時間到 接下來請張茂蘭議員 市長 昨天有沒有到民進黨黨團來做 重大政策跟重大議案的說明 有 那你有沒有針對移中繼市場 動資第二億倍金的事情 請求黨團的支持 有 有 那你今天的態度為何 蛤 昨天你希望黨團支持你動用 第二億倍金來做移中繼市場 是不是 對 那今天你的態度為何 因為我們現在 後來是 我們說 重點是不要延誤那個開工日期 我知道 重點是不要延誤開工日期 那我認為說你有沒有併投 併 併中亂投一 有 有 有沒有 我們就是要讓他完成 不過 你這樣的抉擇 我認為非常草率的 我們有第一優先 第二優先 那你昨天為什麼來尋求 你要講清楚 你聽清楚 你聽清楚 原則是這樣 如果不會影響 不會影響時辰的話 那尋求如果大家都 比較smooth的話 那退到第二 我知道 就是你認為說 動用第二億倍金 在程序上 在動用一百億倍金的方式上 應該有所爭議 那我就認為說 你這個事情沒有考慮清楚 你就是併極端投一 你關心搞到 你就說 乾脆有意外我們就來聽 是不是 所以我們會改進 當然要改進 你這個朝令夕改 是不是 不過我們是一直在 那個韓國瑜說 高雄發大財 那你說趙令夕改 那你說趙令夕改 因為我們在過程當中 一直跟議員 大家在溝通 要收集大家的意見 問題是你要到黨團來報告 你應該已經做好準備 那你今天到議會來做專案報告 你也做好準備 你的昨天跟今天 只有差不到24小時 你做了這麼大的改變 你讓大家覺得非常莫名其妙 當時就說 如果會干擾時辰 就用第二一備軍 如果大家願意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應該想好再做 請問我 你有當時實在是 精彩公公 你就變成說 你的心 沒有 但是你是希望 要做好 但是你沒有一堆說 這個庭罪 應該走得多錢 所以你才會出財 是不是 對 那你是不是說 這樣前後 是不是有 要改進的地方 包括你說 你對那個假新聞 也跟你說 你是不是 對人比較草率 我認為說 市長 你的心不壞 但是你的口直心快 我最後再請教你一個問題 剛剛 有人問說 如果你要選總統 那你說只要不死當就好 是不是這樣 那為什麼 我們要看中共臉色 你為什麼不能清楚的表達 你的立場 為什麼說 不死當就好 你說 我們還是有台灣主體性 所以對方怎麼看都不會滿意 就這樣 對 我們是怎樣 我們就好看 我們為什麼要看他臉色 沒有看他臉色 我們是一個對等 我們不要成為第二個香港 是不是 你應該說 台灣是台灣 中國是中國 我們一平一國 我們水人怕水人浪漫 一人一雞蛋 還在你怎麼看 公罵水人才 這樣好不好 這個是口語 對啊 不是口語 一人一雞蛋 就一邊一國 一個人一個政策 一個國家 那大家去維護他的立場 那沒有錯 你是台灣 如果你要代表台灣 你應該清楚的表達 你對台灣的立場 是不是這樣子 請聽你講一下 最後幾分鐘 一秒 對啊 沒事 好時間到 現在請侯漢廷議員 主席跟市長大家好 那我建議一下就是 開會到現在已經非常久了 是不是能夠先中間暫停一下 讓大家去方便 不用不用趕快把它弄完就好 不用 剩下沒幾個 好 那麼市長你好 首先我們看到 施政報告當中的第26頁 26頁呢 裡面有提到 那26頁北投影視產業園區 當中我們看到 第27頁發現呢 在去年當中是公告招商 無人申請 但是在26頁 預期效益當中的產值 每年又可以吸引 30部影視作品拍攝 不會顯得有點自相矛盾嗎 所以請教市長 這所謂的預期效益的 這些估算方式之後 可否再以書面方式再傳過來 所以 對 因為這裡面並沒有詳細的說明 到底是如何創造 兩千個就業機會 如何創造 15億元的在地商機 希望 估算的方式跟模式 能夠再度提供 那麼再來有關於 市北科技園區 我並不是要去討論說 怎麼樣開工 或者是加快速度 而是我們來討論一下 完工之後 可能有的障礙於挑戰 市長好不好 好 好 在您認為說 市北科技園區 應該是發展 智慧健康醫療 跟數位技術服務為主 對吧 對 好 那麼像是智慧醫療方面 我們都知道有遠距離的醫療 但是它可能受限於醫師法當中的 第十一條 你一定要親自見面 或者呢 未來可能會有醫療電商 那或者在數位技術服務當中 可能會有像STO 或者是各種的金融跨境的一些創新 那麼這一些的創新或者是產業的相關 有可能都會跟中央的法規有所衝突 對吧 有可能 有可能 那比如說如果我們要發展這個智慧醫療 或者我們希望在市北科技園區 醫療能夠再度的興盛 請問會不會也考慮到 比如吸引讓外商來獨資設立醫院 或者呢是能夠快速的進口在國外已經核可 但是台灣本地還沒有核可的一些醫療的器械或藥品 有沒有這些可能性 這個就牽涉到法定的問題 我想問的是 當我們招了很多的廠商來進駐 那麼當他們未來發展的東西 跟中央法規有所漢格與衝突的時候 請問北市是讓這些廠商 自己去跟金管會衛福部來做溝通 還是北市會幫忙 北市會幫忙 我們有一個IT要辦公室 北市理論上會幫忙 但是在這法規上的障礙 北市應該如何做突破 報告好 針對這個所有目前新興的產業要面對突破 其實是不管在中央 在金管會他們都有一個專門的機制來面對 用沙盒來做實驗 那我們跟中央的這一部會也都有中間的合作 也就是說未來當這些廠商他進駐之後 那北市會協助這些業者 然後去申請監理沙盒 或者是醫療沙盒 沒有問題 等等的這些機制 才能夠放心讓這些業者能夠進來 那如果還是有一些辦法 是在現況底下的沙盒 它沒有辦法通過的呢 我想我們包含我們自己的PMO TPMO也都有一些這個實驗場 醫院運作 那對於真正在嘗試性的方式 不管是要突破的是地方的 或中央的各種機制 我們假設說外商獨自在那邊遭受醫院 開設醫院 或者呢 是這個外國人的醫師 他都已經是外國的 我們這邊都不談中國大陸 我們談一些美國日本的這些合格的醫生 他希望能夠來這邊 就是職業 這些到底是有可能的嗎 到時候 事實上 北市科並不是一個空中頭科 已經有非常多有醫院的人 來跟我們接觸 到目前為止 大概沒有這樣的問題 包含可能的 您剛才提到的 以健康醫療為主 國際醫療為主的醫院 也都有可能會來投資 那這些在現階段的法令上 大概都沒有問題 好OK 那我們再請問一下 在2018年12月的時候 市長您跟蔡英文總統會面 當時提到 包含大巨蛋設置島 台北機場跟空中就職 希望中央處理 時間到 接下來請 吳沛義議員 市長 跟你分享一下 我最近在跑行程的時候 有民眾跟我說 吳沛義你有一個缺點 就是你不會翻白眼 但是我跟他說 其實基本上我認為 我們台北市政府的團隊 我所接觸的公務員 我覺得大家是非常認真 針對問題大家想辦法 找出一個合理的解決辦法 那這一點我想要給予大家肯定 那我今天主要是要針對 第一個是市場改建案 第二個是我們北流中心的問題 來跟市長討論跟建議 市場改建 第一個是果菜市場 最主要我們大家在關心的 還是這個公企的問題 那我們剛剛講到魚市場的 新增的2.75億 現在用追加預算的方式 我還是希望說我們市府這邊 一定要去努力的跟議員來溝通 希望這個審查的過程 把公企再去拖延延長 但是我們目前這個時間的公企設定 還是七年 七年地方的反應 因為這個果菜市場 它不只是裡面攤商的問題 它也牽涉到旁邊就是住宅區 牽涉到好幾個里大家居住的品質 所以市長之前有講到說 是不是在我們未來公開招標的時候 在這個標案的評選裡面 我們把公企的縮短 是不是列為最優先的考量 對 那這個部分我們是預計怎麼來做 因為這個是最有力標 所以在最有力標裡面 把公企定為評分項目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要再一次的 提醒我們市場處 我們真的希望這個公企 因為七年真的沒有辦法接受 我們希望公企一定要比七年再來縮短 那另外是我們市場的改建軟體也是很重要 我們希望要嘲笑比較現代化的市場 那我們公務委員會有到 華南市場的工程限定去考察 那我知道我們現在的規劃是說 我們希望它乾濕分離嘛 所以現在攤商就是在一樓 那加工我們是設置在二樓的部分 但現行華南市場裡面 攤商的現況是你知道嗎 他們就是在攤位上面 同時進行販賣跟加工其實是在一起的 所以未來如果我們也需要 他們把加工跟販賣分離的話 我覺得這個我們市場處 要去加強的輔導 因為以前他們全部都在一起的時候 人力就節省人力成本 現在要他多一個人力到二樓去做加工 等於他要增加他的成本 但這個我是非常支持 因為我認為現代化的市場 我們就應該要這樣 讓他的品質比較好 但是我相信這個 我們一定需要再加強的 跟攤商來進行輔導 讓未來我們這樣子的處理可以比較順利 這點是要給市場處建議跟提醒的 謝謝 那接下來我要討論的是這個北流中心的問題 時間暫停一下 我們北流中心是中央文化部 跟我們台北市的一個合作案 中央已經投注了六十億 我們台北市政府有出資的大概是兩億多 那這一個案子它其實本身的初衷 為的是要培育我們流行音樂的產業 那市長你同不同意產業的發展 其實前端的人才培育是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對 人才培育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之前已經有測試功能 是在北極地營的表演廳 這六千人的場次比較是屬於商業產值的部分 但南極地是你作為人才培育主要的部分 現在裡面你有兩百八百一千六的這個 Life House的設計 可是我們現在在燈光印象的增設上面 你跟文化部又多要有七千萬來設置 可是這七千萬的燈光印象 目前只設在北極地這個六千的表演廳 但事實上會更加需要這些幫忙的 因為燈光印象設備其實是一個成本 對於這種小型初期剛出來的這些樂團來說 其實他們會更加需要這些的幫忙 所以說接下來我們未來是不是能夠 這個燈光印象的設置你在南極地的部分 這些小型Life House能不能去真實 我們會納入評估 那招商的時候那個招商的廠商 必須設置好基本的燈光印象 所以樂團在上的時候 基本的燈光印象一定會是有 或者是由市府來出資來協助 那這個在後續的招商條件上我們會設定 因為上次你們回應我是說兩百人有八百一千六沒有 但我希望南極地的部分 來請楊靖雲議員 謝謝主席還有市長辛苦了 站這麼久 然後我們請市長處長 我想節約時間的關係 我想請問一下那個我們市長處長 在北投市場的整修 我們最主要做哪些 這邊大概先做這樣的說明 就是北投市場的大概過去十年 大概也陸陸續續的投入大概一億多的錢 那麼始終沒有發現它的效果 那最主要就是說 它都是一邊在施工一邊在營運 所以我們在這一次北投市場整修的時候 我們就如同市場的改建 我們找一個中繼的場所 那麼我們整修的範圍大概就是屬於整個系統 所以是改建嗎 不是這次是大整修 但是我們所採取大整修的方式跟改建的方式 有點類似的地方是在說 我會找一個中繼市場 那使得整個北投市場的整個空間 通通可以等一下去讓出來 好 謝謝 那我想說那個北投市場也是民國78年左右 開始興建完工 70跟73 它跟那個它是兩棟嘛對不對 對 那那個在大龍市場是民國幾年 大龍市場 差不多時間 差不多 那大龍市場它是因為海沙戶的關係 所以拆除重建 那北投市場的話 其實在民國90年 它也被列為一個危險的一個樓房 對不對 民國90年有做過補強重建嗎 我的了解是這樣子 就是說 北投市場呢 在這個北投區公所應該在 大概98吧 那麼它有去做過一些該做的一些 那個建築物是安全的嗎 當時候的測試出來呢 並沒有說它是屬於一個綠離子 也就是說它並不是海燒 不過 它有耐震能力不足的問題 所以在 應該是98 99 北投區公所它有去做了一個 耐震補強 因為它是兩棟 所以它連接縫的地方其實是相當脆弱的 而且露水嚴重 中間是有一條伸縮縫 沒錯 是好那我想是說在這個4.5億的這個預算上面的這個 我希望能夠在安全 公共安全上面能夠加強補強 因為畢竟樓上還有好多政府 我們市政府的一些機構對不對 那個群眾互動事務所 推薦處等等 所以人來人往非常的多 所以希望在安全結構上面能夠多加強補強 即使要增加經費也沒有關係 安全是最重要 是 好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2.75億的事情 我們不管是用預備金也好 或是追加減預算也好 我們都支持 因為畢竟是事關我們台北市的 我們的魚類的一個整個過程 產銷過程 那如果有個疑問就是說 我們這2.75億的添購設備 是放在體內還是體外 這2.75億呢 總共分成四個區 ABCD四個區 那麼這ABC的部分呢 是在這個 題內 題內 D區的部分 是在這個 滑中橋下面 所以我們只想提醒說 當初我們想要兩個一起來做 我們也體認到 我們當地居民的一個 忍受7年的痛苦 1.75億很辛苦 所以我想提醒就是說 如果我們把這個設備 冷凍設備放到體外的話 那依照這種下雨防汛 當初我們上面的水利液署 它反對的原因就是因為防汛的關係 對 所以因此如果萬一這幾年 有那種一天下1000公里 然後來個五天 不要淹掉了 好不好 所以說在設置這個冷凍設備的時候 我真的要提醒到 它的一個設備的一個安全性 是 好 那謝謝處長 謝謝市長 謝謝 好 時間到 現在請徐康廷議員 謝謝主席 市長 市長 請你看一下那個環狀線喔 東環段你自己的這個power point 這個部分喔 好 沒講我過去在交委會 爭取所謂的這個東環段 特別是動物園道 所謂的這個象山站 所謂彎3839這一段 目的其實是因為 南環線你就算做好 以文山地區居民的生活習慣 南環線只能解決文山地區往哪裡走 的交通問題 往台北市西區嘛 那東區怎麼辦 東區南環 文山區的居民會做什麼事 就坐公車到哪裡 到萬方醫院站 然後繼續回 然後再進台北的東區嘛 所以南環線如果沒有把這段做好有沒有 南環線等於是什麼 做一半而已啦 那 Y3839這一段過去台北市 其實有很多的這個公務員 有這樣的一個遠見 有預留所謂心意輕軌的這樣的一個軌道 所以Y38 Y39 底下其實已經有預備好的 我現在要爭取的一件事情是 我們現在看目前的這個邏輯喔 爭取2021年核定對不對 但我們大家都知道這個機率並不是那麼的高啊 坦白講在過去的歷史上 有沒有可能我們這條東環線 採取南北環過去的模式 用所謂的分段核定 分段施工的方式 讓南環線的Y3839先走 有地下穿越一些工程上的問題 但是分段通車 事實上我們在綜合規劃階段 可以來進一步來檢討 所以我希望能做這件事情 為什麼很簡單 因為如果我們現在把這個利太搶到了 那南環線在蓋的時候 跟著我們所謂Y3839這一段 有可能可以同時接在一起 我們還是希望全線核定 可以分段來興建 如果你分段興建 你能夠趕上南環線 不然按照你現在的邏輯 這個東環線會跟南環線差多久 會差很多年欸 那差很多年的這段時間 坦白講南環線的運量 絕對不會好嘛 票票收入也不會高啊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做到最大效益的時候 就是所謂的分段核定分段施工 這個部分麻煩我們盡全力去爭取 好不好 那C1D1這個部分 我還要問一下社長 請問一下南海現在 到底有沒有成立專案公司啊 還沒成立 還沒成立 5月10號是過去他展研的最後日子 他有再次提出 他有送了 那你們現在展研到什麼時候 我們現在 5月13號是投審會的期限 5月10號是你們自己跟南海的期限 是我們現在 南海有展研嗎 這不可規則於他 我們現在已經展研到6月10號 6月10號是第三次展研對不對 市長 到底卡在哪裡 我也不曉得欸 你也不曉得 對 我告訴你到底卡在哪 好不好 卡在中資是否中資的認定嗎 所以投審會講什麼 投審會說 因為中央匯金公司的債權 有可能未來發生債轉股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他們在認定這一段 請問這段有什麼好 這段有什麼好認定的 你就請投審會直接提一個 直接提一個出具意見書 就是到底債轉股算不算是股權嘛 那這樣不就解決問題了 所以我想你如果要解決問題 你必須要面對問題啊 你到現在都不知道卡在哪裡 那你要怎麼解決 他們永遠會有新的問題出現 所以你認為他是 所謂的情緒在卡 行政瑕疵在卡 我也搞不清楚 我還是要強調一件事 C1 D1對台北市非常的重要 過去我們編列了4000萬的顧問約喔 但是南海的呂平海 在接受專訪的時候 他講一句話 讓我非常的難過 他講什麼你知道 他說以台北市來看 多數捷運聯合 好時間到 那請楊文傑議員 那請楊文傑議員 市長我是最後一個 我剛剛聽了你所有的答詢 老實講我蠻佩服你 因為你對於所有的數字 整個市府的各項施政 老實講是非常鮮熟 而且我剛才聽到說 你講要來施政報告之前 你都會預言三次以上 這個我想台北市政府 有你這樣的市長 我覺得算是不錯 而且絕對比高雄的韓國瑜好很多 我想他絕對沒有在 答詢之前有唸過什麼任何的資料 和文件 我想他都沒有看 能夠像你這樣模擬三次 我感覺我配合 那所以我聽到很多國民黨議員 在批評你說你可能要選總統 我覺得這沒有什麼好批評 至少國民黨的議員 沒有什麼立場批評 因為很多國民黨的議員 都在支持韓國瑜被選總統 你如果支持韓國瑜被選總統 柯文哲怎麼會當選總統 因為韓國瑜的表現 比柯文哲差很多 雖然我們政見不合 你也說我是什麼 霍國殃民 那我跟你講 我跟你的差異只有這樣 我覺得你長期以來 你對於兩岸關係的態度 你就是寬以待共 言以綠台啊 寬以待共 言以綠台 就是說你對對方種種的挑釁 或是打壓的行為 你都是覺得 逆來順受 或者是你今天講的 要笑臉以對 但是對於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要維護主權 或是加強國防的一些 種種應該有的作為 你都會說這個是我們自己 在挑釁 在做trouble maker 然後就忍言忍語這樣 所以對於這個部分 我是完全沒有辦法接受 但是對於你的市政的部分 老實講 我是會給你打90分 這從第一屆到現在 我覺得你對於市政的部分 是相當選手 相當努力 但是我必須講 因為最近 我想你也知道 你們開始正在邊預算 然後有些這個官員 會來問我預算的事情 然後呢 還有人來問我說 這個下一次你們的覺得 這個第二預備金 要編多少才合理 但市長我跟你報告 不用談這個問題 如果你要宣布選總統 你要宣布選總統的時候 這些預算 我認為議會都不應該審 擺到明年1月14號以後 我們台北市議會算是 一項算是很守規矩 都是12月31號都可以把它結束 但是實際上如果沒有在12月31號結束的話 很多項目經常性的支出 都是可以動支的 只要有連續預算 都是可以動支的 除了新興計畫不能動支之外 如果你不想當市長了 我們審你的預算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議長也在這邊 議長我告訴你 如果柯文哲市長今天 他決定要選總統 我覺得這沒什麼 他有他的權利 但是他送進來的預算 我認為我們下會期 就不應該再審 等到明年1月14號再說 今天的專案報告時間到也結束 那如果我們剛才議員質詢的 有部分的沒有辦法回答的 我想還是以書面資料報告或是口頭報告 謝謝 大家辛苦 上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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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